第1641章 天风搬迁 天风皇宫内 军校场中 三十万天风军 修罗战士汇聚 一道道目光全部望向了迁接殿前的那道身影 慕风望向了这些人 道 如今整个大陆都在传言 我们天风皇朝将会有灭顶之灾 许多胆小怕事之人都已经离开了 可我慕风很高兴 如此逆势之下还有如此多人愿意追随我 陛下 我等本是普通修士 入了天风军 陛下让我们修行大陆最好的功法 给我们丰富的资源待遇 这样的待遇 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 人死面朝天 不死万万年 走的人 无非都是一些屈颜覆势 贪生怕死之辈 哪怕是先家势力又如何 我等愿与皇朝共存亡 一名天风军将领大好道 没错 陛下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明皇朝 以前我们周五八周的时候 有那个地方的修士看得起我们 我们建立了天风皇朝 成为了霸主 陛下更是让周五八周恢复成了如今天风十八周 共传天下 恩泽千万修士 这些我们都记在心中 如此皇朝我们都不护 谁人又撑得起这十八周 又有一名将领大声道 我等愿与天风共存亡 三十万将士大吼 不愿意离弃 哈哈 好 我沐峰 没有看错人 九十万天风军 走了六十万人 哪怕走了七十万 八十万 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支持跟随我沐峰 我沐峰就没有白费过心血 来人 上酒 沐峰大吼道 顿时有上万将士抬出了酒缸 给众将士打酒 一人端起了一碗酒 沐峰 白紫月 拓拔青海 战风所有人 十八万修罗战士 三十万天风军 全部端起了一碗酒 沐峰割破了手掌 逼血入酒之中 三十万人纷纷效仿 我沐峰 此生能得三十万同袍 是我之姓也 我沐峰 能得三十万兄弟 是我之姓也 我是你们的君王 我 也是你们的同袍兄弟 从今以后 不管天高地厚 兄弟们 风雨同行 哪怕是仙 哪怕是魔 只要敢挡我天风兄弟的道 杀 沐峰大喝道 随后将血酒一饮而下 酒碗碰的一声砸落在地上 天高地厚风雨同行 先挡杀仙 魔挡杀魔 木狂带头大吼道 天高地厚风雨同行 先挡杀仙 魔挡杀魔 随后三十万人一口同声 将血酒饮下 酒碗碰碰砸碎在了地上 此生不愿入天风 来世还做修罗人 血酒饮下后 木风望着这三十多万人又道 没错 世人说的没错 我们天风 的确是招惹到了大敌 是我们目前无法抗衡的大敌 不过我木风已经有了安排 今日在场 所有愿意追随我木风的兄弟 给你们三日时间 将你们的至亲之人都召集起来 我们天风 可能要搬迁离这个大陆了 搬迁离这个大陆 这 陛下 搬迁大陆 那我们去什么地方 北海 南海吗 是啊 陛下 这是怎么回事 不和天风共存亡了吗 所有人议论出声 下方哗然一片 今日还留在这里的人 心中无疑都是已经准备好和天风 皇朝共存亡的忠心之人 我说过 敌人不是我们目前能抗衡的 我木风或许可以一走了之 可是 我又怎么能抛弃你们 怎么可能抛弃我的兄弟 让你们死在敌人手中 我 会带你们去另一个世界 一个堪比仙界的修行世界 那里灵要遍地 天地间的能量都是更高等级的仙灵之气 暂时离开大陆 将来 我们羽翼丰满 不惧一切强敌之时在君灵天下 木风话音说完 三十万人都是一片震撼 要去一个堪比仙界的世界 仙界 那可是无数修饰人人向往的最终修行之地啊 陛下竟然可以带他们去那样的一个世界 许多人闻言谋光一瞬间激动了起来 我们这次离开 就不是一年两年 或许会千百年后才回来 所以大家都带好自己的家眷 做好保密条令 三天后再次集合这里 我带大家去那个世界 今后生死与共 共攀长生 木风笑道 我等誓死追随 三十万人骑刷刷半跪而下 同声吼道 这次集合散去之后 三十多万将士们也都各回自己的家乡 家族 有妻儿老小的人 都将自己的妻儿接来了天风皇宫 三十多万人托家带口 三天之后 就汇聚了不下一百四十多万人 木风的木族自然也都是举足搬迁 修罗殿中 一个巨大的空间漩涡出现在殿中 凌云 青翅云豹 青铜猫皇 还有不少仙国天地中收服天鹰凶兽 在这一批批人来回接送入仙国天地之中 这些人们出现的地方是古炎帝山 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 天风将士们就被这个世界的仙气能量震撼了 天啊 这 这就是传说中的仙境吗 这能量是仙气 我吸一口炼化的能量 竟然堪比平常一个半个小时打坐吸收的能量 好精纯的能量 都不用太过炼化就能转化成原力 在这里 给我半年时间 我一定可以从领海巅峰突破到天破境界 这些进入仙境的人们 还是天风将士们都激动议论起来 来到这个未知而又让人惊喜的世界 整整半日时间 这一百多万人 包括牧族在内 都全部搬迁入了这个世界中 随后 牧峰又亲自带头 带领一百多万人来到古炎帝山下 选了一个开阔地狱 开阔先灵 建筑城市 建筑起心的家园 修饰的办事效率 无疑是普通人的无数倍 不过短短的半个月时间 一栋栋高大的建筑林立而起 一条条街道汇聚行程 一座可容纳上百万人的中型城市 很快完工 牧峰又号召天风军在城市在高建城墙 镇法师刻上防御镇法 形成可居住 可防御的一座城池 建国天地中毕竟有许多强大凶兽 必须建筑起防御设施 城市外 大片的土地被土到修饰 用术法开垦而出 牧属性修饰种下领骨 用原力催生 大片可供食用的领骨生长 提供后勤保障 修饰最先的出现 本就不只是为了争杀 而是为了种族的繁育和生存 第1642章 上届大军 三个月后 先国大地中 天风城街道上 牧峰和拓跋青海 莫三郎三人同行走在街道上 望着在城中安居下来的 天风将士的家属们 和新兴的繁荣 牧峰心情也大好 这里的仙气能量滋养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体质都会慢慢发生变化 生命出现进化 多年后 这里的人族也会如同 仙界的居民一般 生而结单 天生修饰 不过 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累积 可能需要上百年 牧峰望着街上一些 肆意打闹欢笑的孩子们说道 修炼的高处真是拥有神鬼莫测的 微能啊 竟然能在体内开辟出这样的一个世界 手段真可称的上开天辟地 拓跋青海也不由得探道 人体本就是天地诞生出最神奇的体质 暗和宇宙大道 我们修饰也就是在借助天地宇宙之道 修行自己的天地之道 牧峰笑道 陛下 我看可以把天风学院在这里也成立起来 将这些孩子们从小培养 未来他们会是我们最强有力 不断补充的生力军 新鲜血液 莫三郎建议说道 嗯 成立完善的修行教育机构这是必须的 毕竟这些人都是那些愿意跟随我们出生如此 天风降时的后代 不能亏待了他们 此事就交给你去完善吧 还有 这个世界中的物种很丰富 凶兽众多 尽量多培育一些修罗族人 修罗血脉毕竟高于普通的人族血脉 沐峰吩咐说道 莫三郎点头 沐兄 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大陆 拓拔青海又问道 就这段时间吧 外界安顿好了 也不适合继续待下去了 青海 你将愿意跟随我们修行的天风学院弟子们也号召起来 如果有愿意的 也一同接到这个世界中来吧 沐峰吩咐道 已经在准备安排离开的事情 古仙城中 这一日 天空中又裂出了一道巨大空间裂缝 树道身影从空间裂缝中下来 赫然也是一位位仙境强者 城主府中 莫鸭带人迎接这群人 魏昆兄 你也来了 莫鸭惊讶地望着这白衣男子道 此人一身白色道袍 双眸灿若星辰 面容英俊 也有一股大道之力压制在他的身躯 莫鸭兄 修罗血脉现在情况如何 先帝陛下非常重视这件事 派我护送仙气罗天宗下界 一定要铲除这股修罗血脉在大陆上的势力 不能危害到这个大陆 白袍男子说道 此人名魏昆 也是刘宇先帝作下君王 唉 让陛下丢脸了 在这里我无法施展开修为 竟然让一个二节仙境的小子凭借仙气仙火压制 还需要为昆兄出动 那修罗血脉归缩在万象域的一角 如今还不知道具体情况如何 不过你带来了罗天宗 我就可以对付那小子的万古金流炎 彻底灭绝这股修罗血脉 莫鸭君王冷声道 事不宜迟 尽早处理吧 这毕竟是陛下诞生的家乡 绝对不允许修罗血脉这样的毒瘤存在毁灭了这大陆 陛下对这里是高度重视 魏昆说道 嗯 我立马召集那些下界的仙家势力们 让他们一起助我们灭了这股修罗血脉 莫鸭冷然道 很快 莫鸭就派人联系那些下界的仙家势力们 那些仙家势力们自然不敢违背流雨仙宫的意志 纷纷响应 不久之后 一股由上万天鹰境界强者 数百位截仙大能汇聚的势力浩浩荡荡赌赶向了天峰十八周 中周方向 而上界仙人大军势力要剿灭天峰皇朝的消息早就在大陆传开 如今 整个大陆都在关注着天峰皇朝的动静 师父 上界已经汇聚了一只可怕规模的大军赶向了天峰十八周 据情报 对方不下万名天鹰境界强者 还有上百位的截仙人 小九他们有危险了 万象宗 清离子听完言武宗主的汇报之后 心中也是重重地叹了口气 小九啊 这次大劫 只能全靠你自己 师父是帮不到你忙了 清离子常叹一生 整个人仿佛又苍老了几岁 其他几位师兄弟脸上也是露出了悲凉之意 上万天鹰境界的强者 数百劫仙人 这样可怕的一股势力足以推平了整个大陆 而这 就是上界那刘宇仙宫 统一这方大陆世界未面的可怕势力具备的能量吗 哈哈哈哈 沐风啊沐风 这一次你的天风皇朝还不灭 天寒宗断天涯得知了情报后大小出生 心中抒发了一口憋屈气 我说过那小子既然敢灭光明圣教 敢惹白羽族必然会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谭成坐在上方淡淡说道 可惜不能亲手杀他为我小妹报仇 谭成眼眸中了盲闪动流露出了仇恨之色 祖师这光明圣教背后的势力真那么恐怖吗 段天涯回过神随后问道 不是恐怖而是绝对不能热啊 谭成叹息一声道 刘宇仙宫已经是一尊庞然大物了 不过和威震北仙海的白羽族相比 简直就是不值一提啊 仙境强者多如牛毛 我们上界的仙宗和白羽族比起来 也只是一只蝼蚁 仙境强者多如牛毛 这句话还是把段天涯震撼到了 而在大陆 仙境强者依然是神话一样稀少 那修罗血魔呢 那流雨仙宫真正对付沐风的原因 是因为它是什么修罗血魔的缘故吧 段天涯又到 修罗血魔 谭成文言 眼眸中竟然也闪过一丝恐惧和忌惮神色 这是北仙海现在的一个禁忌 曾经势力不若白羽族 短短千年时间就雄霸仙界一方的可怕大族 不过 如今这修罗血魔已经成了过街老鼠 哪个势力敢和修罗血魔沾边 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谭成说道 似乎回忆起了什么 又不愿意想起 段天涯也没有多问 不过 他乐得痛打落水狗 立马带着天涯宗的人一同赶向了天锋十八州 不只是他们天涯宗 整个大陆的焦点都汇聚在了天锋十八州 天锋皇朝第1643章 毁灭中州 中州城上空 浩瀚荡荡的上届大军破空而来 降临在了整个中州城市上空 望着这一望无际 浩瀚的城市 无数灵士在城市中肆意地打探着 大人 这就是天锋皇朝的皇宫城了 一名劫仙 一直监视天锋皇朝的劫仙人说道 不久之前 这里曾经汇聚过许多的修罗血魔余孽 似乎在开什么重大会议 不过人也基本上只静不出 没有离开这里 墨鸦君王闻言浩瀚的原神仙念释放而出 扫探天锋皇城 不过 在皇城中确实没有发现一人踪迹 整个皇城 空空荡荡 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着天锋皇朝的人只静不出吗 现在人呢 墨鸦君王脸色一冷 贺问道 这截先连忙用灵士探查 不过随后脸色也是一变 这天锋皇城中 如今果然一个人都没有 这 这属下也不清楚 不久之前还看见有人进出的啊 这截先连忙跪下产生说道 毕竟有慕天娜的手持力还掀气 杀了数十位截先的恐怖存在 他也不敢进入天锋皇城中监视 废物 墨鸦君王脸色阴沉 莫不是对方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 偷偷撤离了 魏昆舟梅道 我不信 这么多人能撤到哪里去 来人 给我搜查整个天锋十八周 发现修罗血魔 格杀勿论 墨鸦君王冷漠道 墨 上百位截先人文言向四方破空而去 带着众波天鹰境界的强者 开始在整个天锋十八周范围探查 天锋皇城 墨鸦望向了宫殿林立 楼宇千栋的天锋皇城 他手中 一股可怕的黑色仙圆力汇聚 这仙圆力 和其他结仙的仙圆力不同 没有一点的杂质 纯粹的仙圆力 蕴含惊人破坏力 仙圆力在他手中凝聚成了一团黑色球体 随手一抛 这仙圆能量波化为了一道黑色流光冲击向了下方的天锋皇城 呼呼 这黑色流光瞬间膨胀 化为了直径千米的可怕光波 宛如一道陨石从天而降落在了天锋皇朝中 通隆隆 可怕的能量瞬间爆炸开 一股可怕的冲击爆炸威力席卷了整个天锋皇城 宫殿 建筑 阁楼 在爆炸中一瞬间飞灰湮灭 爆炸冲击席卷百里范围 空间炸裂出一道道空间裂缝 周围大地震动破碎 裂出深不见底的沟骨 整个天锋皇城 变成了一个巨坑 而皇城硬生生消失在了大地上 而中州的大地都是一片震动 千里地震 无数人骇然 望着天锋皇朝方向升起的一股黑色冲天蘑菇云 很快 不过一个时辰时间 那些去其他州城的解先回来 回大人 新周围探寻到修罗血魔踪迹 东周围探寻到修罗血魔踪迹 右周围探寻到修罗血魔踪迹 江州 一宁明节先来报 十八周都没有修罗族踪迹 整个凡界修罗族 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 修罗血魔 木风 墨鸦君王听完汇报之后脸色越发难看 好不容易等来了能对付 沐天万古经流言的先起 如今 整个修罗族确实又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 一口火 憋在胸膛无法发泄而出 墨鸦君王望向了中州大地 先念覆盖千里 冷漠声音响了起来 本座墨鸦先君 来下界抓天风皇朝血魔 谁知道天风皇朝余孽下落来报 本座有重赏 这道声音 宛如一道天音回荡在了整个中州城千里大地 回荡在亿万人族的脑海之中 回乡耳畔 墨鸦先君 抓天风皇朝血魔 这些人们一个个目瞪口呆 没有回过神来 也没有人回应墨鸦君王 墨鸦君王又问了一遍 结果还是无人应答 可恶 没人知道吗 还是包庇不说 墨鸦先君眼眸中露出了可怕杀鸡 来人 给我灭了中州 一个一个州城问 若无回答 直接灭了这群蝼蚁 墨鸦君王咆哮下令道 他是真的动怒了 顿时 上百位截仙人体内涌动出了可怕的先原力 直接覆盖了整个中州城上方 千里大地 天地变色 可怕的能量威压席卷大地 形成了一股股飓风咆哮在大地之上 啊 有凡人被飓风席卷而起 房屋 树木 一根根被连根拔起 千里大地 末日降临一般的惨样 无数修饰 人族 惊骇地抬头望着天空 那覆盖的可怕能量 他 他们要干什么 一位天破境界的强者惊骇道 更多的凡人惊恐躲在家中 相拥在一起 在这可怕的威压下瑟瑟发抖 轰 轰 轰 终于 一股股可怕的能量冲击而下 宣泄在了大地之上 轰隆隆 大地爆炸裂开 房间建筑破碎 山峰崩塌 百米宽奔腾的河流咆哮随后被轰干 火山爆炸 岩浆冲天而起 大地剧烈震动破碎 天空中雷霆咆哮 千里大地爆炸而起 无数生灵哭泣 无数凡人呐喊 不 一名天破境界的王者背后 被先原力的冲击下 身躯也爆炸碎开 修炼数百年的他 在这种毁天灭地的威能之下 没有半点办法 为什么 无数修士疯狂呐喊 哭泣 随后淹没在了爆发的能量之中 娘 爹 房屋之中 一家三口香涌躲在了角落中 孩子哭喊 父母也是瑟瑟发抖 紧紧抱着孩子 眼眸中都是惊恐 随后 一股可怕能量席卷而来 房屋轰塌 能量卷起的一块万斤巨石 落砸向了一家三口 大地破碎 凹陷 可怕岩浆从大地涌出 无数人被火海 岩浆吞噬 千里大地 一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 火海漫天 上亿人足 百万修士 无数生灵 这一瞬间化为了飞灰烟灭 方圆万里震动 大地战斗 和魏先 力能通天 以山倒海拥有毁天灭地 微能者是魏先 直径千里的大地 数百万平方公里 变成了火海 废墟 一片焦土 深约千丈的深渊密布 这是惨无人道的屠杀 修为越高 生命境界越高 对低等生命就越发冷漠 第1644章 是非之地 这就好比我们在踩踏一群蝼蚁 毁灭蚁穴的时候 可会有怜悯之心 那在先的眼中 更强者眼中 凡人 和蝼蚁又有多大区别呢 墨鸭 会不会过火了些 这毕竟是先帝陛下诞生的大陆 魏坤就没说到 若是不抓住这些修罗血魔 传了出去对我们的影响会更大 这里只是大陆的遗誉 只要不是毁灭了大陆 陛下会理解我们的 墨鸭君王冷漠说道 魏坤也不多劝 既然有墨鸭承担责任 他操什么心 他又不是这个大陆的人 对这个大陆的凡人 更没有什么怜悯之心 随后 天峰的其他大州 青州 幽州 江州十八大州 也都陆续遭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十八州城 变成了一片死狱 人间炼狱 数亿人足 无数修士陪葬 这些先人的狠辣无情 不把人当成一回事 还真的振折到了 其他过来的大陆势力 心中留下了磨灭不去的震撼 而这一次事件在大陆历史上 被称称为十八州徒 不过 哪怕是毁灭了十八州 杀了无数人 墨鸭依旧没有找到 沐峰等人的下落 大人 属下有个建议 而这时 墨鸭对墨鸭君王说道 说 墨鸭脸色冰朗 万象先宗 我一眯着眼睛道 据我以前调查 这墨峰可是万象先宗下宗弟子 他和夏宗必然有感情 又是黄极一脉清传 和他的老师 和黄极一脉必然有感情 我们大可以去万象宗找找看 就算没有人 也可以将他的师父朋友这些抓起来 逼那小子现身 墨鸭君王闻言谋光一亮 这的确是一个好主意 走 万象宗 墨鸭君王冷声道 一大群人 那随之从天风十八州破空而去 而墨峰自然早就离开了天风十八州 不过 他也没有想到墨鸭君王会如此的丧心病狂 大规模屠杀 魔灵岛 辽阔十万里地域 魔灵岛上诞生的天地灵气也是魔气巨多 所谓魔气 也只是天地能量中的一种 不过这种能量比较狂暴 不容易炼化 而且容易让人走火入魔 被称之为魔气 魔修者大多脾气暴躁 和也修炼魔气有关 魔灵岛 天魔城 天魔宗的宗旨之地 大街之上 人来人往 一名身穿黑色盘龙袍的银法青年 和一名暗红色长发 黑色衣裙的女子结伴走在街上 男的英俊 女的貌美 两人宛如一对神仙眷侣一般 让不少人平平回头 姐 你真的不和我一起离开吗 目风皱眉道 她来这里 就是想接目灵儿一起走 如今这个世界 除了父母大伯他们 谁是目风最在乎的人 无疑就是姐姐目灵儿了 不了 宗主师兄突破截限 我已经答应了师尊和他一同飞升魔仙玉 目灵儿摇头道 她握着目风的手停不笑道 如今你可是已经超越了姐姐 不需要我保护了呢 姐可不能跟在你身边扑你的后腿 目风文言眼眶为色 张开双臂紧紧抱着目灵儿 从小到大 灵儿姐就维护她太多 而她又为灵儿姐做了多少 姐 可是我舍不得你 青年低声道 眼眶中一抹热痕流淌逼在她的肩膀上 目灵儿笑着用手擦干净了目风脸颊上泪痕 道 铁血男儿流血不流泪呢 放心吧 姐姐也会努力的 以后我要比你更强大 保护着你 那我就比姐更努力 永远保护姐 不给姐保护我的机会 目风笑道 圣女 而这时 一道身影破空而来 落在街上 对目灵儿恭敬一礼 沉默事 启禀圣女 老祖请圣女和目黄回宫一婿 这人恭敬道 师尊叫我们 目灵儿有些疑惑望向了目风 既然是前辈她老人家有请 我们就过去看看吧 目风笑道 目灵儿点头 随后带着目风去了她师尊居住的天魔殿中 天魔殿内 一席黑袍的白发老人正坐殿中 目风目灵儿入殿 来到殿下方拜见 师尊 你叫我们干什么 拜见前辈 目风也恭身一礼 天魔老人脸色望向了目风 有些冷漠 目风 你快离开我们天魔宗吧 你的天风皇朝出世了 你继续留在这里 会连累我们天魔宗 天魔老人冷淡说道 天风皇朝出世了 是莫鸦仙君带人去我的天风皇城了吧 目风平静道 莫鸦仙君会去找她 她自然预料到了 不然撤人干什么 没错 你的天风十八周已经毁了 亿万生灵涂炭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连累的缘故 天魔老人冷漠道 天风十八周毁了 前辈 这是什么意思 目风脸色沉了下来 没有明白其中之意 据我宗探子报 那火仙人势力没有发现你的人踪迹 怒火之下直接宣泄向了十八周 十八周成覆灭 如今整个十八周已经成了一片生灵涂炭之地 无人生还 目风文言也谋怒争 十八周直接被毁了 他心中瞬间一下子蒙了 亿万生灵涂炭 难道 莫鸦仙君直接把十八周毁灭了 不 不可能 前辈 你 你骗我是不是 我的人早已经撤离了十八周 十八周怎么可能还会被连累 目风惊声道 随后是低好了起来 不愿意相信 哼 你不信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造的什么孽 数亿人足 说没就没了 请你快离开我们魔灵岛 天魔老人冷恒一声 目风脚步有些亮呛 随后咆哮出了天魔殿 破空飞去 脚风 目灵儿去追 却是被天魔老人禁锢住了身躯 灵儿 不要和她的是沾染上什么关系了 我明天就飞升 皆是你和我一起离开大陆 不然你和她的关系必然被连累 天魔老人说道 老家伙 放开我 什么不要沾染上关系 她可是我的弟弟啊 你放开我 目灵儿咆哮 想要挣脱 不过被天魔老人一掌拍在了灵台 震晕了灵魂 大陆已经成了一个是非之地 该离开了 天魔老人常叹 是时候准备离开这个未念大陆了 这些年大陆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第1645章 当有所为 中洲大地 原本富饶的城市如今已经成为了一片满目疮痍的大地 地面高低错落 深坑 峡谷 裂缝纵横 许多区域 还有地心中的炙热岩浆从大地中喷发 飞烟滚滚 曾经的城市 人群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甚至连一个生命都没有 青年望着这一片满目苍蝇的大地不知所措 整个中洲城 直接没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青年仰天咆哮出声 体内万节雷元力席卷喷发涌出 笑声中全是愤怒 木火 随后他飞向了青州城 木州城 江州城 都是同样的一副人间炼狱的场景 轰 木峰一下子跪在了地上 跪在废墟之中 泪水无声地从他眼眶中滑落了下来 他无声哭泣着 愧疚 难过 愤怒 充斥在胸旁 流雨先攻 墨鸦 木峰嘶吼 双毛都变得赤红 狠 好狠的心 为了抓他 竟然不顾亿万苍生 直接毁灭了十八周城 不知多少人为之陨落 墨鸦 墨鸦 我木峰此生不杀你 势不为人 木峰咆哮道 声音回荡在这人间炼狱上空 刷 而这时 天空 一道流光及驰而过 林氏扫探向了大地 发现了木峰的身影 木失地 这人发现了木峰的身影 降落而下 木峰望向了这人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文仁孝 木失地 你怎么还敢留在这里 快走吧 如今流雨先公的人正在满大路找你呢 文仁孝焦急说道 文仁师兄 你又怎么会在这里 木峰忍住了心中的悲愤杀意问道 哎 我出来就是为了来找你 宗门 出事了 文仁孝叹息一声 对木峰道 宗门怎么了 木峰心中瞬间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 连忙问道 昨日墨压仙君带人来了宗门 将清离子祖师 和你其他的师兄师姐们抓住了 将人带去了古仙城 并放出消息 三天之内 你不去古仙城自投罗网 他们就杀掉清离子祖师他们 祖师被抓前传因宗主 让你千万不要去救他们 我和几位师兄弟正在大陆上找你 防止你得到消息后去救人 文仁孝沉着脸道 什么 师父 师兄他们都被抓了 木峰文言心中又是一阵晴天霹雳 心瞬间揪了起来 对墨压的仇恨 心中瞬间又上升了无法平息的地步 古仙城 木峰身躯一动 直接飞向了古仙城方向 不过文仁孝立马拦截了下来 道师弟 你想干什么 我来告诉你可不是让你去送死的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你过去救不了祖师他们 只能辜负了祖师一片心意 我的师父 师兄被抓 难道你要我看着他们被杀无作为吗 文仁师兄 多谢你来告诉我 让开 木峰低吼道 你要去 就踏着我的尸体过去 我不能让你去送死 文仁孝冷声道 木峰双眸中直接涌出了一股强大灵魂幻力 禁锢了文仁孝灵魂 文仁孝大害 一瞬间只觉得自己已经动弹不得 他震惊望向了木峰 如今自己和木峰的差距已经这么大了 文仁师兄 对不起 师父对我恩重如山 我木峰绝不能望着师父被杀 哪怕是死 我也要救出师父 木峰歉意道 随后身躯破空而去 飞行了数千米后 文仁孝的幻术被被解开 木师弟 文仁孝大好了一声 脸上也竟是无奈神情 刷 木天身影出现在了木峰身旁 抓住了木峰的身躯 以更快的速度飞赶向了古仙城 父亲 宁 木峰惊讶望着木天 他本以为 父亲会出面劝阻他 风儿 男儿 有所为 有所不为 新师朋友为自己受苦难 自己无所作为 这才是父亲最看不起的人 为了亲人 哪怕明知是死路 也该去闯一闯 父亲陪你一起疯狂一把 至少不留遗憾 木天望着前方虚空冷冽说道 哪怕死路 他也愿意陪自己儿子去一战 父亲 谢谢 木峰眼眸红润 父亲的支持 无疑是木峰内心最大的坚定 两道身影 以可怕的速度赶向了古仙城 古仙城 城主府前 那门楼之上 几道身影被悬挂掉在了门楼上 纤邪不停低落而下 有青离子 红罗 五师兄 三人被封印修为 悬吊在门楼上 身躯上有一道道伤口 四肢的经脉都被斩断 显然墨压的人没有让这三人好过 而下方 无数修士来望 惊讶地望着三人 而在虚空云层中 也许多强者站在虚空 望着青离子师徒三人 阿清 黎平远远望着自己弟子 心中难受 可是 他又不能出手救人 不然整个万象宗都会有灭顶之灾 那个小子 可真是一个灾心啊 宫连祖师也叹道 心中对木峰已经生出了埋怨 眼五混击在人群中望着青离子三人 眼眸赤红 指甲都刺入了皮肉之中 嘴唇要得死死的 他刚突破到了截仙境 本来可以接替师父守护宗门都重任 让师父飞升上界 如今却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老头子啊 你说 小师弟会不会犯傻来救我们啊 红螺被悬吊着 虚弱说道 小九的性子和老三太像了 希望他不要知道的好 不然 一定会不顾一切的来救我们的 清离子弟声道 师父 对不起您 徒儿无用 保护不了您 一向冷面孔的剑痴哭声道 他用剑的右臂已经被砍掉了 痴儿 是我这个当师父的没用 保护了宗门千百年 到头来 确实没有能保护得了你们 清离子常看 眼眸中也流露出绝望之意 通隆隆 而这时 两道身影如同炮弹流星一般以恐怖的速度破空而来 飞入了古仙城中 这两道身影一飞入古仙城 无数灵事 先念就瞬间捕捉到了两人的身影 城主府中 墨鸦先君正合为坤下旗 他突然捏碎了旗子 最近露出了一丝冰冷笑意 于而来上钩了 第1646章 血战一场 墨鸦一挥衣袖起身 先念席卷而出 冷喝道 收网 哈哈 我倒想看看 这让我们墨鸦大人吃别的人物到底是什么模样 魏坤也笑着起身 哼 若不是凭借仙宝 我怎么可能会在他手中吃亏 不过现在有了罗天忠吗 就是那截仙小子和那的修罗血魔的死骑 墨鸦冷笑 古仙城主府外 墨天 墨峰身影破空而来 结果两人一出现 虚空中大量的截仙就现身而出 墨峰墨天早就预料到了是这样 痴父 四师姐 五师兄 墨峰大吼 望着被吊在门楼上的三人 心中揪心疼痛 脚酒 脚师弟 三人闻声望去 长叹一声 墨峰终究还是来了 脚酒 你来干什么 还不快走 让你父亲带你走得越远越好 不要管我们 清离子大吼道 痴父 徒儿不孝 给师父师姐师兄带来灾难 徒儿怎么可能自己独活而逃 喜师父师姐师兄不顾 墨峰悲声道 唉 师儿 师儿 你来了也就不了我们的 他们的目的是想要杀你们父子二人啊 清离子痴探道 心中确实感动 他这一生 收的这些各弟子都没有收错人 至少都是情义之辈 小师弟 听师父的话 走吧 师姐死后 以后告诉三师兄一声 让他不要冲动来为我们报仇 红罗也气声道 走 笑话 你们以为 他们来了 我还能让他们走吗 而这时 一道冷笑声传来 墨鸭先君 为坤先君从城主府中走出 望着木峰木天父子冷笑道 墨鸭 木峰一见墨鸭 双目赤红咆哮出声 就是他 下令毁灭了天风十八周 生灵蒲叹 墨鸭 你个卑鄙小人 你堂堂先君大能 为何拿一群凡人出气 木峰木吼道 一群蝼蚁罢了 死了就死了 木峰 你其他的族人何修罗血魔呢 就你们父子二人来送死吗 墨鸭但我说道 根据调查 木峰虽然是大陆修罗之首 不过其他的修罗余孽 他也不想放过 就我父子二人 杀你们这群卑鄙无耻之辈足以 墨天冷然说道 其他人虽然围住啊 他们父子二人 不过 却是无人敢靠近他三千米内 生怕木天一瞬间 用出万古金流盐 逃命的机会都没有 既然你如此自信 那你们就来救人试试 墨鸭君王冷笑 杀 木天没有废话 直接寄出了坟天珠 引动其中的万古金流盐席卷而出 轰 一股金色的液态火将咆哮而出 化为滔天火海 席卷冲击向了前方挡住的截仙门 可怕的粉粒燃烧天地 虚空直接被溶烧出了空间溶洞 退 这些截仙门脸色大变 不敢沾染到万古金流盐 罗天忠 欲 墨鸭冷恒一声 手中一尊金色小钟飞出 吸收了他涌出的仙缘力后迎风而涨 化为一丈大小的金钟 上面环绕一道道金光符纹 一股金色防御结界从罗天忠内释放笼罩而下 护住了这方区域 轰隆隆 万古金流盐轰击在了金色的防御结界上 被防御结界抵挡在外 无法穿过防御 上品防御掀气 木天见着一幕 脸色一尘 对方果然有了准备 哈哈哈哈 你以为 就只有你有先宝吗 墨鸭君王大笑讥讽说道 我看你还有什么手段 木天收回了万古金流盐 脸色凝重 手中多出了一柄金色战枪 既然如此 那就凭各自实力拼死一战吧 风儿 保护好自己 木天低吼 手持战枪 体内涌动出了焚原力 化为一道火光暴杀向了对面众多结线 给我杀 那小子我要活的 逼问出其他修罗血魔位置 墨鸭君王冷漠道 轰 顿时一尊截仙和一群天鹰境界强者踏步而出 直接杀向了木天父子 这些人 一人是六截仙人 其他都是天鹰境界后期 巅峰的仙家势力强者 出手活捉木风 而大陆的位面 六截仙境之上的修为都会被大道规则压制到六截仙境 小子 没有万古金流盐 我十招内杀你 这六截仙人冷漠道 一掌拍出 六成的仙缘力澎湃凝聚 宁为一道黄色骨印轰杀而下 暴杀向木天 大地之力席卷 带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厚重之力 颜龙在天 木天一枪刺出 枪走如龙 一股惊人的坟道之力 枪道之力融入了枪中 一枪化为金色火龙镜轰击向了这道掌印 轰 这一枪龙镜 竟然刺爆了落下的骨印 枪镜反杀向了这六截仙人 这六截仙人大惊 连忙凝聚防御 抵挡住了木天的攻击 随后和木天在万丈高空大战一起 数十名天英境界的仙家弟子们围攻向了木峰 墨压君王说了 谁能活情的木峰 就可以加入刘宇先攻 这对他们而言是非常大的诱惑 既然称我为修罗血魔 今日我木峰 就魔性已刺 木峰咆哮 体内修罗血脉觉醒 血色鸡脚从头颅上升出 双翅破甲而出 血灵浮现 轰 天英境界后期的修罗血原力释放 血咽滚滚 这个形态 怎么不像以前我们围剿过的修罗 墨压君王微微惊讶 望着木峰头上的一对鸡脚 他见过的印象中 修罗应该没有那鸡脚才是 小子 你是我的猎物 一宁仙家弟子冷笑道 天英境界巅峰原力释放 凝聚一只密布符文的金色大手情 杀向了木峰 当我者死 木峰赤目咆哮 体内血剑完涌出了强大的血剑 气入剑中 一剑挥出 凝聚十米剑芒斩出 剑芒撕裂而上 释放冲销剑光 扑斥 这一剑中的血液通弦圆满 神通二十倍威力加持 直接撕裂了这道琴拿元首 斩棘向了这天英境界巅峰小城的仙家弟子 怎么可能 这仙家弟子大害 原力连忙凝聚防御 结果依然被一剑划破 剑芒划过了他的身躯 扑 这仙家弟子直接被一剑秒杀 第1647章 激战古城 刷 这时 又有一道压缩到了极致的十米刀芒从身后劈来 刀芒如同破须悬跃 碎裂空间 直劈向了沐峰身躯要破去那一身护体弃静 沐峰反手回身就是一拳轰杀出 奔雷全境中凝聚六十八道雷霆法文 狂暴冲击在了刀芒 刀芒如同劈浪前进 最终砰得一身爆碎 斩 一鸣提刀的魁梧修士飞至 手中五尺重刀中蕴含披山断月之力斩下 虚空划裂出了一道缝隙 力大无穷 这是一鸣炼体的天鹰强者 翁 不过他的刀劈在了沐峰的雷黄护体静上 雷黄护体静抵挡冲击刀势 对方难以立劈而下 好强的护体静气 这人大惊 修罗血红的双眸中释放着嗜血的光芒 一爪宛如金刚利剑刺出 爪镜撕裂向了对方的护体静气 扑痴 护体静气直接被爪镜撕裂开 这人提刀连忙劈碎爪镜 不过修罗已经尽身杀来 目封一剑快如金鸿一线 血色剑光飘过 这人头颅扑斥一声已经被半批破裂 鲜血脑浆蹦践 通隆隆 这时 上方一道剑光从天而降 一名持剑仙家弟子引剑落下 剑其浩瀚如同长虹落下 暴杀而下 后方一道狂暴的掌印蕴含滔天浪涛之力拍剑而来 前方又是一柄战枪化为流光杀制 洞穿虚空 穿透力又快又强悍 欲刺破目封的护体静气 三名天鹰境界强者一瞬间联手杀来 配合也算默契 呲吼 目封怒笑 一步踏出 滚滚血源力席卷而出 凝聚成了防御结界 三道强悍攻击落在了防御结界上 皆是被抵挡 目封双眸中 青色瞳孔浮现 震唤法眼 开一股强悍的灵魂幻力席卷而来 蕴含通玄圆满的灵魂幻力 轰去了三人的灵海之中 轰 三人只感觉脑海一阵轰鸣 神通入梦 瞬间失去了意识如在梦中 目封身躯暴杀向上方出剑偷袭那人 一剑披上 剑芒从下而上撕裂对方身躯 直接被一剑分尸两半 随后 他身后修罗血齿加持 风雷天齿凝聚 化为血雷之光 暴冲向了另一名被幻术控制之人 一剑刺出 剑芒直接刺爆了对方头颅 还有一人 被他一道修罗血爪强持及爆了肉体 其他人也被目封强悍可怕的战斗力震惊了 有人怒吼道 大家一起出手 先重创灭了他的肉身 同意 顿时数十人赞成 也被目封惊人的战斗力所惊 通隆隆 数十名天鹰境界强者一同出手 可怕的原力能量排山倒海一般冲击而来 天上 地下 前方后侧 原力如潮水一般碾压而至 轰杀向了目封 有精的锐利 火的狂暴 目的坚韧 水的绵长 土的厚重万钧 各种原力碾压而至 要将目封肉体挤压爆炸 数十名天鹰境界强者一同原力碾压 这爆发力量是让人心悸的 万劫雷域 目封咆哮 万劫雷源席卷而出 天地雷霆顿声 冲击而来 凝聚成了一道直径百米的圆形的雷霆结界包裹目封身躯 轰隆隆 那些原力冲击碾压在了万劫雷域的防御上 隆隆作响 轰鸣不绝 万劫雷域在艰难抵挡 不过也撑不了多久 而这时 目封体内 一股青色风雷力量涌入了他的圆脉中 混合万劫雷原力 如今雷黄体大成巅峰 目封已经可以控制风而十分之二左右的天级风雷之力 目封手掌中 焚雷之力 风雷之力凝聚 凝聚形成了一轮青红色雷阳 暴虐的能量压缩在了其中 雷阳 暴 目封咆哮 竟然将雷阳在身躯周围引爆 不过他控制了爆发的力量 冲击力以他为中心 逼开了爆发冲击波 向四周反推而出 砰 万劫雷欲破碎 滚滚原力碾压而来 要挤爆木风肉体 不过一股可怕青红色雷霆之力向八方碾压来的能量 轰隆隆 青红雷力反推八方原力 抵挡冲击 抵消可怕的冲击力量 怎么可能 这家伙 竟然抵挡住了 联手一级的仙家弟子们脸色大变 不敢置信望着这一幕 这可是数十人的原力碾压啊 一座千丈大山都可以挤爆吧 暴风剑柱 木风咆哮 万劫雷原力凝聚雷霆风暴剑气 天级风雷之力融入其中 凝聚青色剑柱洞杀而出 冲击开层层原力 脚杀向了一方仙家弟子 不好 退 有十多人惊骇大吼 身躯连忙暴退 可是晚了 暴风剑柱强大的西眷力拉扯这十多人 十多人全部被卷入了直径百米的暴风建筑中 砰 砰 砰 爆炸声不绝 这十多人直接被绞杀爆炸 肉体直接成为了碎肉 骨渣 建筑横冲四千米 这才开始缓缓消散 其他人惊骇后退数千米 震惊望着木风 数十人 竟然拿对方一个人没有办法 还被反杀了如此多人 都给我滚开 木风持剑咆哮 冲破空围攻 飞向了青黎子四师姐等人 啊 而这事 万丈高空中传来惨叫声 那六节仙人身躯被战枪刺过 焚原力燃烧着他的肉体 仙鹰连忙败逃 木天也持枪杀制 同木风一道救人 墨鸦见这一幕脸色阴沉 一群废物 救你们 也想入我们流雨仙宫 给我活捉那小子 这木天我来对付 墨鸦说完 体内爆发惊人的仙原力 虽然也只能爆发出六节仙人的修为功力 不过他的仙原力之强 纯粹 道法之力之高远在一般六节仙人之上 轰 墨鸦有罗天中照顶 随时防止木天万古金流炎偷袭 一拳捏握杀出 黑色仙原力凝聚全盲 如黑色流星洞杀星河 贯穿了三千米虚空 依旧强势不减轰杀木天 焚天拳 木天咆哮 体内灵魂爆发出了一股超越三重的焚道之力融入拳中 肉体都在发烫赤红 焚天拳盲硬杀向了墨鸦先军 轰 这时 所有的仙家弟子终于全部出手对付木峰了 至于截仙境界的强者 还拉不下脸来越了身份杀木峰 由小辈代劳 他们何必自己出手 第1648章 血燃千英 这是唯一加入刘宇先公的机会了 各位 不能让这个下界剑种看不起我们啊 无数天鹰境界弟子涌动强大能量杀来 密集的强者 为杀向了木峰一人 反观上面木天一人独占墨鸦君王的战斗 木峰这里反而更具有视觉震撼 宛如纳斗战神孙悟空 一人大战十万天兵 小九啊 走吧 不要管我们啊 清离子大吼咆哮 望着拼命的木峰 也是老泪纵横 小师弟 听师父师姐的话 走吧 此师姐也哀吼道 武师兄健吃咆哮 奋力挣扎锁链 师父 言武思吼 终于忍耐不住 爆发原力要出手 不过黎平瞬间降临他的身前 禁锢阎武 无数章想要擒杀他为机缘 加入刘宇仙公的猙獰面孔杀来 木峰握紧了手中的剑 我不想再体会那种亲友离去 自己无作为的痛苦 哪怕是死 纵千万人 吴王也 青年喉咙中吐怒吼 体内血雷原力一同涌出 交融在了原脉之中 通隆隆 两种顶级功法修炼出的来的原力相互交融 被强大的灵魂力暂时融合一起 在体内原脉中肆虐 青年咆哮 化为了百丈修罗身 那融合的黑紫色原力咆哮入笼 冲体内冲出 凝聚一道道的剑纹 一道 两道 三道 百道 千道 数千道 剑纹凝聚 构之成了一只暗黑色的雷霆剑皇 道文之力 剑翼 血翼 雷翼 全部融入其中 杀 百丈修罗咆哮 脚踏剑皇 冲击向了无数天鹰境界的强者 通隆隆 一道道狂暴攻击杀来 被他不断劈出的剑盲斩碎 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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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剑皇爆发可怕的剑气似劈而出 被斩杀中的人被撕裂两半 无法抵挡可怕力量 去 慕风 慕踏剑皇 剑皇 剑皇长笑 爆发剑红之光 冲击向了一方人群 打爆他 有天鹰强者怒吼道 一道道掌印 全盲 剑气劈向的剑皇 轰击在剑皇上 剑皇被攻击爆炸出一股股剑气 射入了人群中 凤鸣长笑 一股强绝剑气爆发四卷而开 啊 天鹰境界的强者防御原力 在这一击下瞬间破碎 被剑气绞杀入体 身躯爆炸 数千米被剑气轰击 上百位天鹰境界的强者泯灭 在这一剑之下 有的人有顶级防御灵气 抵挡住了这可怕一击 十二天雷斩 暮风皆迎九天雷霆 一道道雷霆轰入剑中 化为剑虹梯下 十二道剑光交错杀出 无人抵挡这十二剑虹之威 劈中则死 不过天鹰境界的强者太多了 暮风虽然强势 无人单独能倒 不过众多攻击落在了他的身躯 他也被爆炸鲜血淋漓 他不断吸收被杀的人气血疗伤 补充原力 修罗血魔 天鹰境界的修罗血魔就如此强悍 难怪这一族会被北仙海施为禁忌 毕宁节仙人观望大战 也露出了金融 被暮风远过同阶的战斗力所惊 就是一般的修罗血魔同阶中 也没有如此可怕的战斗力吧 也有人皱眉 这些天鹰弟子都抵挡不住 暮风啊 只能群攻不断给暮风造成伤势 轰 轰 轰 暮风掌控十二道天极风雷 凝聚闪电披落 十二名天鹰境界强者 直接被轰击爆炸 其他人惊得退离爆炸的范围 不行 这样一来 我只会被耗死也救不了师父他们 只有暴露仙国界珠了 暮风大战之时 却是没有停止思考 他虽然愤怒 不过没有彻底失去理智 暮风灵魂力涌入了仙国界珠中 仙国界珠飞出 浮现出了一道空间漩涡 无数身影从仙国界珠中飞出 正是十八万修罗战士 还有数百名天鹰境界的强者 这些人一出来 就被周围的场景震惊的目瞪口呆 他们在仙国天地中 自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靠 这 疯歌 你比我坑啊 要穿怪轿 杀人 暮风暮吼 只有两个字 暮狂 白子月等人没有多问一句 直接爆发原力杀向了周围的敌人 怎么会冒出这么多人 其他人也是吓了一跳 突然就冒出了大批的人 我明白了 是仙国天地 这小子 竟然有仙国界朱镕那人 我说这么多人都去了哪里 哈哈 敢曝露出来 今日都要死 魏昆剑这一幕瞬间 明白了他们为什么找不到人了 这些人 全部藏身仙国天地之中 就在暮风身边 暮风大吼 族人助我 他体内 修罗神域射出 化为百丈大小的星域悬浮在空 十八万修罗咆哮 涌入血缘力奔腾入修罗神域中 被修罗神域疯狂吸收 启动里面的一道神文 却练天地 目风面色猙獰 既然 你们上界人不拿下界人当人 我目风 何谁拿你们当成人看 轰隆隆 一股血色洪流 从修罗神域中咆哮而出 宛如一道血河横跨天地 咆哮向了前方拦截的无数强者 那是什么 有截先强者 惊讶望着那条咆哮的血和席卷向了无数天鹰 境界弟子 这 这是什么 啊 上千名各方势力的天鹰境界弟子大惊失色 被卷入了血和之中 随后 血和沸腾 一股股可怕的血力涌入了他们体内 瞬间燃烧气血 啊 不 上千名天鹰境界的强者惨叫 在血和之中燃烧血肉疲发 不过两席时间 就只剩下一具具晶莹的骨头悬浮血和之中 思 其他天鹰境界强者大害 毛骨悚然 见这一幕灵魂都生出一股惊骇 纷纷暴退而后 不敢被血和卷中后退时梳理 小畜生 有截先强者愤怒咆哮出生 他们家族下界的天鹰弟子 全部被杀了 又是一件厉害仙宝 那些观战的截先们也是一脸震惊 还有人目露贪婪之光 千名天鹰大修士陨落 而目封前方 再无一名敌方天鹰境界修士感拦截 纷纷如巨歇虎退避时里 惊骇望着统御十八万修罗的青年 不敢上前再战 第1649章 斩了这仙 而这一世神文 也吸干了十八万修罗将士原力 目封只能再将这些人送回了先国天地之中 目狂 白子月 要穿这些人分分后撤 护在了目封周围 严峻望向了周围众多强者 要穿望着周围惊声道 丰哥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少废话 还看不出吗 丰哥的师父他们被抓住了 白子月冷声道 活得难抓 死得也行 已经知道了他的人都躲在哪里 杀了他 打碎那方仙国 魏昆仙君冷漠道 我去擒杀此子 毕宁结仙冷漠道 一步踏出 澎湃的仙缘力席卷而出 钢风滚滚 这是一名修炼风道的仙境强者 这截仙强者原力狂暴碾压而下 凝聚一方青色风印覆盖沙来 千丈风印龙罩之下 天地巨风四起 战 木风咆哮 凝聚暴风剑柱 天极风雷融入了这一击之中 笑 白子月体内射出剑光 断苍林剑膨胀 化为百丈山峰大小 劈向了了钢风印 木狂出拳轰出 拳镜龙向奔腾 两百名战风皇者骑出手 一道道神通轰碎向了对方这一印 轰隆隆 一道道神通叠加爆发冲击在钢风鼓印上 钢风印爆炸破碎 抵挡住了这仙人一击 哼 这截仙冷恨一声 双手一抓 天地间狂风而动 钢风凝聚两道龙卷风柱通宵千丈 两道狂暴的龙卷风柱蕴寒风之道力杀来 飞杀卷时 下方已经是废墟的古仙城万军巨石被绞飞而起 撕裂成渣 玉 木风大吼 众人爆发原力化为一道防御结界 蹦蹦蹦 不过龙卷风柱强悍无比 直接绞碎了一道道防御 可怕锋力轰击在众人身躯 啊 众人被轰飞 勃险而退 和截仙的差距太大了 收 木风连忙打开了仙国天地 众人还没有回过神 直接被木风收入了仙国 对付这样的强者 人都已经不管用了 反而有可能无畏死伤 木风持剑 吐了口血弹冷峻望着这截仙 修罗血魔 到此为止了 今日 就是你的死期 这截仙冷冽说话间一道钢风硬凝聚在轰而下 啊 上空传来一声惨叫 木鸭君王竟然被木天一枪斩断了一条手臂 而伤口 有焚原力腐蚀 一时间无法伸出新的手臂 为胸助我 木鸭先君大吼道 为昆脸色为尘 那木天竟然如此厉害 木鸭先君虽然被压制了修为 不过战力绝非一般六截仙人能比的 竟然还打不过二截仙境的木天 木天此刻也是不好受 体表皮肤干瘪 如同流失了大量水分一般 他使用了超出自己境界太强的道力 杀了那小子 为昆吩咐一声 去帮助墨鸭先君 暴风剑柱 木风怒吼尖血雷原力凝聚血雷风暴 天极风雷十分之三的力量也涌入了其中 剑柱直冲斗牛 斗杀截仙 噔 噔 噔 刚封印轰击在了暴风剑柱上 一寸寸将暴风剑柱打爆 风镜拍及散户体静气 拍碎了金甲天刚轰击在木风身躯 阿扑 木风大口鲜血吐出 被一印轰飞掉落大地 依然不是对方对手 小九 清离子等人牙字欲裂 不忍心见这一幕 这仙人 可是一名四截仙人 修为之强 怎么是暴风能撼得动 好强的防御力 一般的一截仙人都抗不住我这样一击 这四截仙人露出了一抹诧异 望着爬起来又飞身而起的暴风 月儿 只能拼了 借我身体能承受的最强道力给我 暴风咆哮到 嗡 月儿原神中 爆发出了一抹惊世的道力 涌入了暴风体内 那道力 花为了一股强悍的太阴道力 九天之上 太阴星辰散发的一股股太阴之力 吸涌向了暴风体内 古煞啊古煞 你若能听得我言 就助我一臂之力 你嫌我暴风道低 再给我千百岁月 我暴风必让你知光华要放天地 助我 暴风对古煞自语道 灵魂力疯狂涌入古煞剑中 嗡嗡嗡 这一次 古煞精明 忠于回应 借你三重剑道力 斩了这仙 古煞剑中 传来一道冷漠声音 轰 随后 古煞剑内涌出了一股可怕的剑道之力 剑煞之气化为了实质一般 涌入了暴风体内 无畏的挣扎 绝对的境界面前 什么都是虚妄 这四节仙人冷漠道 手探虚空功法运转 风仙原力咆哮凝聚成钢风 聚手撕裂而下 鼓鼓钢风气净动杀暴风 那嗖嗖的破空声宛如钢珠弹武 剑又如何 七杀我师 死战也杀 暴风咆哮 肉体爆裂出一道道鲜血 太阴之力 剑道之力 自己的血雷原力承载 一剑批出 鼓煞剑身又多了一道裂缝 刷 一轮黑色剑月轮凝聚批出 划破了天地 裂开了一道绵长的空间剑痕批上 轰 这一剑轮批碎了钢风静细 斩棘在了那青色巨手上 可怕力量爆发 百里空间破碎 那剑轮爆发的太阴之力 剑道之力终于摧毁那具手 诸多仙人都震惊望着目风那一剑威力 怎么可能 这四劫仙人大惊 连忙防御 不过那剑痕裂空而来 防御也碰得一身破碎 剑光化过了他的身躯 这四劫仙人震惊望着如同从地狱中走出 血肉模糊的目风 张了张嘴巴想说什么 而他的眉心 一道血痕立马从上而下蔓延 扑痴 这截仙身躯 分裂成了两半 尸体鲜血喷剑虚空 怎么可能 上百位截仙震惊望着这一幕 不太敢相信 那剑也是仙气 有人惊呼道 杀 木峰池剑疯狂杀向了门楼 而其他截仙也终于坐不住 哪里管得了什么脸面一同出手 一个天鹰境界后其大成修为都大修士 面对上百位截仙 按道理说简直不可能有一丝一毫的胜算 木峰每批出一剑 古煞都会多出一道裂缝 他肉体也离崩溃近了一步 他又能撑多久呢 而木天一人独占两名压制境界的仙军 也终于落在了下风 第1650章 神魔剑煞 一道道剑芒批出 木峰现在批出的剑芒极具威力 这些截仙们也只敢圆躲 不敢应接其锋芒 不过木峰的肉体 伤势却是在不断地加重 圆脉 已经接近破碎的边缘 这也是他肉体强过常人 不然一般的天鹰境界强者 承受如此能量 自己就先暴体而亡了 古夏 你还不快动手 一名截仙怒吼道 所有人中 有一直没有动手 古夏文言叹息一声 望着血战的木峰 他真有点舍不得杀如此一个幻树天才苗子啊 可惜 两人是敌对阵营 幻树 丝流深渊 鼓夏悠悠一探 一股强大的灵魂幻力轰击而出 轰向了木峰 涌入了木峰的灵海内 轰 一股强大的灵魂幻道之力席卷而来 冲击向了木峰灵魂 木峰灵魂幻力疯狂抵挡 构建一道灵魂光魔保护 不过一瞬间被这股灵魂幻力轰散了防御冲向灵魂 木峰意识 瞬间显入了丝流深渊幻树之中 不好 丝流深渊幻树 那个仙幻师出手了 木峰大害 可是这一瞬间 他的意识又无法挣脱这幻树 不过这时 一股金色的元神之力涌入了木峰灵海中 一下子驱散了这股灵魂幻力 嗯 这 这股力量是 元神之力 古下大惊 木峰灵海中 竟然又一尊元神保护 木峰回归一世 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还没有来得及谢悦耳 一股可怕气势轰来 小子 死 一鸣结仙 一道金色大掌印明具从天而降扣杀而下 掌印中竟然发出了佛营之声 可乱人心神 这赫然是一门佛道神通 而这一掌博闪都来不及 体移 木峰体内 凌云化为雷光暴击而出 道道雷霆轰击在了那大手印 不过一掌拍碎 凌云百丈身躯浮现挡在上空 为木峰承受这一掌 砰 佛道手印轰击在了凌云身躯 凌云悲鸣体内骨头断裂 大口吐血 巨大身躯被轰飞落下 鲜血和羽毛骗飞 身躯撞击在了木峰身躯 一人一刁被轰击落下 砸落在大地上 木峰背后 凌云 凌云提名一声 想要挣扎起身 不过全身骨头都碎了 无法爬起 倒头昏迷了过去 啊 木峰怒笑 抱着凌云背后 将重伤的凌云化为雷光收入体内 木峰持剑站立而起 诸位截先冷漠站在了他的上空 用看死人的目光望着他 小子 接下来这一剑 我将用出我现在剑体能承受的最大威力 这一剑后 剑体将彻底重创无法再用 将来寻的鲜铁修复我指之剑身 古煞剑中 传来剑铃冷漠的声音 木峰没有回答 现在 他全凭一股意志在撑着了 痴儿 痴儿啊 清离子哀喜 望着不愿意离开的木峰 一个想法 心中决然而定 师父 师姐 师兄 我 一定会救你出去 不要做傻事 相信我 不要再让我流遗憾了 青年声音回荡 让红罗 无数万象宗之人文之泪崩 言武咆哮着 泪水都滑落在了口中 望着已经血肉模糊 看不出人形的青年 他还要战妈 这小子 到底还有多少手段 竟然能以天鹰境界抗衡群 先到如此地步 其他远观的仙家势力们 还有天鹰境界的大修士 心中震撼 他们从没有见过如此强悍的天鹰境界修士 未占诸仙能即杀一仙 到此为止了 小子 你的确给了我们不少惊讶 能站到这种地步 你死也可自傲了 一鸣六节先人冷漠道 一步踏出 可怕原力咆哮而动 凝聚成了一柄百丈金色光剑 剑中蕴含剑道之力 斩须剑诀 灭 百丈光剑呼啸而出 化为一道极致剑光斩出 剑落 空间隆隆破碎 空间结界完全承受不住这剑道之力 其中蕴含的剑道之力 恐怕已经达到了剑道三重境界 他本是一名九节先人 只是在这里被压制了修为而已 古煞 谢谢 木峰握剑难难 随后 他体内九成的血雷原力 全部涌入了古煞之中 不够 不够 能量不够 古煞大吼 霸血燃静 木峰咆哮 体内八滴精血燃烧而起 八倍功力疯狂涌入了古煞剑中 嗡 古煞扑手而出 剑体一瞬间变化 千丈之巨 天地间 多了一柄散发血红之光的可怕巨剑 散发出的剑气力量就碾压 足以破碎虚空 这 这柄剑的气势 上百味劫先 望着这柄千丈巨剑 脸上也露出了震撼之色 沉魔剑煞 古煞剑中传来冷漠声音 随后这一剑自己披落 一道千丈血煞剑红批出 一股绝强剑气笼罩天地 剑红一瞬间 击碎了那百丈剑芒 那六劫先人望着暴杀而至 淹没这一片虚空的可怕一剑 也是张大了嘴巴 不 他咆哮出声 原力疯狂抵挡 可是防御却是如同泡沫一般 一瞬间破碎 他身躯被淹没在剑红之中 被剑气分解成了飞灰 随后 上百劫先人中 有大半在这范围中的 全部被笼罩淹没在了剑红中 砰砰砰 一位未劫先 在剑红中一丝声音都没有发出 直接被分解成了碎片 灵魂 仙音 宣布化为了虚无 虚空中 出现了一道绵长万米的黑色剑痕 苍天仿佛被撕裂成了两半 而逃过这一剑的十多未劫先张大了嘴巴 呆滞地望着这一幕 无数远观之人 同样呆滞望着这一道裂天剑痕 弄插 弄插 古煞剑体上 一道道裂缝瞬间蔓延而生 密布整个剑体 如同珠网一般 剑气一瞬间萎靡到了极致 现在的古煞 仿佛轻轻一碰就能破碎 古煞收缩化为四尺长 落在了沐峰手中 剑铃也没有再发出一丝声音 古煞 谢谢 沐峰将古煞收入乾坤戒指 强称已经快崩溃的身躯 飞向了青离子 飞向了红螺和剑痴 不过这时 一道熟悉的身影 却是挡在了沐峰之前 《风灵天》第1651章 一出好戏 大炳剑 到底是什么级别的仙宝 明明已经破败不堪 刚才却是发出了如此可怕一集 没 没了 大家就这样没了 呲 剩下的十多名节仙毛骨悚然 不敢置信地望着那一道 正在缓慢愈合的空间裂缝 此刻 都忘记去阻挡沐峰了 而其他远观之人们 也是无疑不震撼心灵 怎么会这样 墨压仙君先念见下方场景 也是不敢置信 沐峰竟然可以杀他如此多名手下 风灵天 你也要阻我吗 沐峰平静望着挡在自己前面的人 沐峰 你和我还欠一战 风灵天冷漠道 呵呵 现在出来阻我 我沐峰还真是看错了人 沐峰冷笑 风灵天竟然在他最脆弱的时候 要和他一战 风灵天不语 提枪话为了一道青红杀来 枪快若闪电 沐峰一道大千雷神硬拍出 不过确实被一枪刺碎 枪盲暴杀而至 似乎是想要取沐峰性命 沐峰双眸中爆发出了一股强大灵魂幻力 轰入了风灵天脑海 灵魂幻力轰击风灵天灵魂 风灵天灵魂竟然一丝反抗都没有 瞬间被幻力击中 失去意识 沐峰一拳轰出 奔雷全境冲击在了风灵天身躯 扑痴 失去意识的风灵天被一拳击飞 撞击在了城墙上 沐峰不顾风灵天 飞上前 凝聚剑芒 斩断了青离子 红罗他们束缚的铁链 三人被救下 傻小子 何故于此 青离子望着沐峰 老眼红润 铁链已经是气不成声 见吃大老爷们也是落泪 进黄极一脉那天师父说 入了黄极一脉 今后就是一家人 一日入黄极 终身便是黄极弟子 我沐峰 怎么会放弃自己的家人 青年扯着皮肉外翻的嘴唇笑道 看上去有些猙獰 笑意 却是如此暖人 黎平等人文言都是羞愧难当 我倾黎子此生能收的此弟子 三生之福 哈哈 师父你别嫌弃我 试得祸心就好 小师弟 师姐爱上你了怎么办 师姐你还是爱三师兄吧 哈哈 我可销售不起 我们走吧 沐峰咬牙苦撑笑道 刷 刷 刷 不过这时 那剩下的十多位结先飞来 围在八方 走 你想走到哪里去 刚才那一剑 已经耗费了你全部功力吧 一鸣节先冷然道 沐峰心中一沉 被他们看出来了 没错 现在他体内的能量 已经不足以支撑战斗了 而且骨砂也不能用了 小九 今生遇见你 遇见你们 师父很高兴 你们走吧 我来对付他们 清离子笑望向了沐峰 他体内 一股暴夜气息燃烧而起 他竟然自然先因冲破封印 师父 要死一起死 放弃你 我沐峰做不到 沐峰却是决然道 望向这十多位结先 他心中恨啊 恨自己无能再带清离子们离开 沐峰 抓我当人质 而这时 一道传音响在沐峰耳边 沐峰望向了城脚下 被他打伤摔在地上的风灵天 眼神为惊 赤风灵天传音 他心中一动 难道 刚才风灵天是故意的 快点 磨蹭什么 老子演绎出苦肉戏容易吗 你以为我真那么容易就败给你了啊 林海中竟然传来了风灵天的怒骂声 这家伙 沐峰眼角湿润 来不及去感动许多 他连忙上前 原力一把抓起风灵天挡在自己身前 剑笔在了风灵天脖子前方 弟子 这些节先脸色一变 又惊又怒 让开 不然 我杀了你们弟子 沐峰冷冽道 剑笔在风灵天脖子上画出一道血口 卑鄙小子 放了我们弟子 一名六节先人怒吼道 这可是陛下的清传弟子 出不得事 比他们命贵 卑鄙 你们这群人也配说卑鄙 一群节先进戒以大欺小 用阴谋逼我而来 你们 有什么资格说我卑鄙 沐峰怒吼道 快给我让开 不然 我立马杀了他 兄弟 你忍住啊 沐峰传音 随后一剑刺在了风灵天手臂上 啊 沐峰 我娶你大爷 风灵天传音怒骂 口中痛苦出声 弟子 而这时 上空和沐天久站不下的墨鸭 魏坤也是连忙大便 两人连忙收手 破空而下 沐天虽然也身受伤势 不过眼眸中神采不减 皮肤焦黑 显然拖住两人这么久 他付出了不小代价 小子 放了弟子 不然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墨鸭咆哮道 心中憋屈到了极点 让我们离开 不然 我立马杀他 沐峰怒好道 我让你放人 不然 我涂了整个大陆 墨鸭脸色阴沉 你可以这样做 不过 他会为大陆之人陪葬 墨鸭冷然道 墨鸭大人 风灵天望向了墨鸭 可恶 可恶啊 墨鸭咆哮 沸腾先原力覆盖千里 大地战斗 古仙岛都在震动 海水沸腾咆哮 翻滚巨浪 他望着墨鸭 似乎要死死将这张脸 刻在记忆中 这是他莫压活了数万年来 最憋屈的一次 被一个天鹰境界的小子所赐 这种境界的蝼蚁 他以前从来不正视一眼 今日却是把他逼迫到了这种臂部 他最终还是从口中挤出了两个字 放行 这些截先门连忙 收了覆盖的原力让出了路 木峰挟持着风灵天 父子二人在所有人的目光中 硬是救走了清离子三人 吃地 谢谢 谢谢 沿武破山等人见这一幕心中彻底松了口气 一下子软坐在地 身上冷汗淋漓 清离子对他们而言 已经不是一般的师长 而是亲人了 墨鸭咬着牙望着木峰挟持着风灵天离开 同时也派一人跟上去 墨峰 此生不杀你 我墨鸭就不是周府君王 墨鸭心中咆哮 一旁的魏昆也是脸色阴沉 两大仙君一群结仙被一个天鹰境界的楼椅逼的没办法 这船到刘雨仙境谁会相信 竟然真将人就走了 无数仙家势力们也是面面相去 不敢相信这一幕 刘雨仙攻死了这么多人 还是让人逃了 还就走了右耳 这船出去恐怕会被两大君王视为耻辱吧 第1652章 上界妖仙 飞离了古仙城范围数千里外 见只有一名劫仙追来 其他人没有追来之时 木峰这才放了风灵天 峰兄 多谢了 木峰放开风灵天传音道 木峰 从今以后 你会对付刘雨仙公吗 风灵天低沉道 他现在毕竟是刘雨仙公的人 木峰不语 不过 眼眸中没有掩饰杀意 至少 莫押仙君 我必杀 木峰眸光犀利如刀 风灵天叹了口气 随后道 今日 是我故意败给你 若再相见 我 会全力占之 不管怎样 你我都是朋友 木峰望着风灵天道 朋友 活下去吧 风灵天说完转身飞向了那劫仙 弟子 你没有事吧 这劫仙问道 没事 我们走吧 不能久留 防止木峰变挂 风灵天道 这劫仙自然不敢久留 木峰他不怕 不过木峰身边的木天他可就不是对手了 两人快速破空逃去 木峰望着风灵天两人离开 愿以后 你我还能是兄弟 随后 他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意识意黑 原力溃散 身躯堕落下去 小酒 风儿 木天 精离子脸色大变 连忙去接住木峰 木天临时涌入木峰体内 查看木峰伤势 顿时脸色大变 木峰体内圆脉已经破碎了 内五脏除了心脏 其他内脏全部在大出血 骨头更是断碎了二十八根 肉体几乎快到崩溃 精血大亏 离开这里 寻找一个疗伤之地 我要立马为风儿疗伤 木天脸色难看到 其实他的伤势也不轻 不过他修为高木峰许多 生命力更顽强 到了先军境界 生命力更是恐怖 原神不灭 肉体不亡 头堕下来都死不了 向北 北海深处有许多岛屿 荒芜人烟 不容易被人发现 清离子连忙到 红罗 剑吃都是担心无比 如今他们也不能回万象宗门了 一群人随之破空而去 向北方向飞行数千里后 在一个冰雪海洋上空落了下来 潜入深海 连忙为木峰疗伤 木天也知晓打开先国戒珠的法觉 打开了戒珠空间 几人一同进去了先国戒珠中 让要穿连忙为木峰治疗 而先国戒珠沉落在了万丈海底 宛如一颗密布裂缝的大珍珠 落在了海礁石缝隙之中 同时 木峰父子 在古仙城斗杀群仙的消息 也在大陆传开 又一次地震撼了整个大陆 风铃天安全回来后 墨压震怒不消 上届调动人手下届 同时命令所有仙家势力 在整个大陆地毯式的搜查木峰下落 先国戒足内 天峰皇城 天峰军的家属们已经安顿好 而要穿等人知道 天峰十八周灭亡后 也是悲怒不已 好在要亡谷 冰心谷这些势力 当初并入天峰皇朝 也跟随迁入了仙国天地中 不然也灭绝在那一次十八周图之中了 木峰的伤势比上一次还严重 好在仙国之中灵药众多 胖子还是保住了木峰的性命 而所有人也都在仙国天地中战时隐秘了起来 童年天魔宗 天魔老人 也带着最看重的弟子木铃儿飞升魔仙玉 山海荒域 万妖国度 万妖岛上 天空中突然裂开了一道巨大缝隙 一条长千丈 体型恐怖的蓝色蛟龙从空间裂缝中飞出 还有一头巨大的六尾白狐野从天而降 降临在了万妖岛上 这千丈蓝胶妖光闪动 凝聚身形 化为了一名身穿蓝袍的中年男子 六尾白狐野化为了一名妖美动人的美妇人 下届小妖 宫营上届大人 一道道身影冲天而起 一名身穿虎纹袍子的中年男子对两人恭敬道 若是大陆其他天鹰大修士这人 一定会惊呼一身万妖国主虎猎渊 这两人点头 目光望向了那戴着面纱的白衣美少女 连忙恭敬上前报礼 娇刚 胡轩 宫营公主上届回宫 两人恭敬对星瑶公主行礼道 这二人气息 丝毫不若六节仙境 竟然对星瑶公主如此恭敬 其他妖皇也是震惊望向了星瑶公主 怎么 星瑶公主不是狐猎冤妖主的女儿吗 怎么这两位上界妖先也称星瑶公主为公主 还如此尊敬 母亲派你们二人来接我 难道是三帝之乱结束了吗 星瑶公主惊讶问道 没错 黑龙帝千年前和古炎宗师同归于静允落 胡帝他两年前也终于灭杀最后一个对头 妖先玉南将局势落定 胡帝他就派我二人下界接公主回宫 那美妇人恭敬道 这星瑶恐怕还有更大的来历啊 星瑶公主文言心中也如是重负 这些年 她在这下界中被压抑得太辛苦了 她本是妖先玉中一个可夸大族中真正的公主 当年南将三族大战争夺南将统治大权 她母亲怕还在幼体时的她被波及 将她送入了这下界妖族终隐藏身份 如今乱局平定她母亲也派人来接她了 而这件事竟然也和古炎 黑龙帝的陨落也有关系 怎么 星瑶姐 你不是 小天震惊望向了星瑶 小天 我要回属于我真正的世界去了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仙界吗 星瑶公主望向了小天 不 我要为我大哥和凌云报仇 小天冷烈道 报仇 以前我不敢保证你什么 不过现在 你的血脉天赋 若是能和我去仙界将来向流雨仙境报仇 绝对不是什么问题 星瑶说道 言语中有绝对的自信 公主 怎么 她是 这两妖先都疑惑望向小天 小天 现身吧 星瑶笑道 小天身躯白光一闪 化为了一条白色的巨兽 白铃鹰爪 身长百丈 头生一双血色龙脚 赫然是一条白龙 白龙神兽 两人惊讶望着小天 其他妖皇也是震惊望着小天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小天真身竟然是白龙神兽 他从来自称自己是白骄 白骄 白龙 一字之差 地位 天赋 在妖族中就是两个档次 当初星瑶公主给小天的眼龙诀 真正的名字叫化龙诀 只是他给小天的指示上半部功法 第1653章 飞升之前 白龙神兽 他的天赋和血脉也的确有资格让我们带走 那美妇人说道 蓝刚有些羡慕地望着小天 蛟龙蜕变血脉 变化为真正的真龙可是不容易 蛟龙族内 这样的人也是万中无一 两者地位在妖族中也是天差地别 怎么样 小天 跟我走吧 这是你的机缘 没有强大的势力做后盾 你现在的血脉可是会被许多妖族寄予的呢 龙血 龙肉 龙肝 龙眼 龙丹 龙精 都是宝物 星瑶公主眼眸中闪过一丝脚霞 如今小天曝露了真身 没有强大势力保护 她就是一个香波波 小天文言苦笑 星瑶姐 你这不是坑我妈 我愿意跟你走 星瑶公主文言这才露出了笑意 她也是极为看重小天的修炼天赋 将来一定可以培养成她得力的助手 星瑶公主向虎猎渊告别之后 也带着小天 随着这两名妖仙衣同飞生 离开了大陆 三个月后 大批的上届强者降临大陆 都是刘雨仙宫的人 寻找暮风下落 整个大陆被找的天翻地覆 都没有找到暮风风人的踪迹 暴怒的墨鸭 甚至都想从外毁灭了这横杀世界 不过这世界又是刘雨仙帝的家乡 它不敢如此 世界转眼而逝 春去秋来冬又至 又十一年时间过去 冰海上 海面冰封雪飘 有大片冰面被开凿而出 鱼船在海上打鱼 那身有万丈的海底 海鸭惊人 一颗珍珠一样的球体在岩石缝隙中 被海草包裹 谁也不知道 这大珍珠 内部确实蕴含一个广阔天地 佛家说一花一世界 一草一天堂 须梨娜于戒子内就是如此吧 仙国天地内 古言仙宫 修炼道场中 雷娜一次救人大战已经过去了近一年之久 暮风的伤势也早就恢复 他坐于鲜叶池中心的倒台上 全身的毛孔 笑血都在吸收散发的鲜气 体内更是有一股鲜叶 在那释放澎湃能量 轰 突然 青年体内气势一阵澎湃 两尊天鹰 雷鹰 血鹰中 又开辟出了数条天鹰脉络 功力暴涨 修为瞬间达到了天鹰境界后期圆满 再进一步 就能踏入天鹰巅峰境界 哗啦啦 他体内响起江河咆哮声 原力从宽敞至极的圆脉空间中收回天鹰内 如水倒灌 别看圆脉经脉细小 可是每一条贯通的圆脉的内部空间 堪称一条大江河 丹田空间更是宛如一片星空 天地为大宇宙 人体当真为小宇宙神奇 五脏对五行 血四河流肉山川 圆脉经脉为道法之运行 暮风站起了身 望着身下只有半尺额的仙叶 叹息一声 若是一个人使用 当初的一池仙叶恐怕够他修炼到很高境界 而他手底下养着一大群兄弟 一大群人啊 他不过才天鹰境界后期圆满 还没有成仙 这仙叶就已经只有一半了 一个人一天就算只花十块钱 可是他底下有一千人 一天就是一万啊 更何况他麾下有三十万大军 暮风出了修炼道场 下来山 回到了天风皇城 他一出关父亲就直接召唤了他 再见父亲 父亲依然是三节仙境界的强者 这仙境修行速度还如此快 让暮风有些受打击 当然 他父亲修行消耗的仙叶比他还多 两父子队坐茶几旁 慕天道 刚好你出关 前几日我派人出去打探 留宇先宫的人还没有撤回上界 这样九号下去不是办法 我们也该离开这个大陆了 暮风文言心中一动 微微失落 终究还是要走了吗 不过 这个大陆如此的确没有太过值得他再留念的了 他的亲人 兄弟 大多都在仙国天地之中 天风十八周 如今也成为了一片荒芜 慕风笑道 也好 我也真想去见识见识仙界的天地究竟是什么模样 这个世界所在的未面层 应该就是直通那所谓的流雨仙境 哪里恐怕都是流雨仙宫的势力 所以 我们到达流雨仙境后务必小心 对方可能在流雨仙境中也在通气我们 所以不能以真面目去流雨仙境 慕天又叮嘱道 慕风点头 对方在这里没有找到他 也有可能推测他去了仙界 毕竟他父亲有飞升的能力了 慕天拿出了一本卷轴 道 这是一本高级的易容仙法 你的幻术虽然奇妙 能千变万化 不过仙境强者的灵魂之强 很容易看出你的真实身份 这仙法修成 除非是仙君境界的强者 可永远神之立刻一探查你 不然也看不出你的真实身份 还能改变人的灵魂气息 慕风接过观看 这仙法明签面仙法 上等的易容仙法 心地境界之下 可躲避高自己一个境界强者的法眼探查 那父亲 我们何时离开 慕风问道 等你将这仙法修炼有成就走吧 慕天随后又和慕风聊起了一些仙界中的其他注意事情 慕风这才告别离开 回去修行这仙法 清离子等人 因为被慕风连累 如今也成了共犯被通弃 自然不可能回万象宗去 而清离子直接留在了这仙国天地天峰学院中 教导后被修行 不得不说 在教导方面 清离子的确是一位好老师 能因人而异英才失教 两个月后 两道身影出现在了万丈海底 化为两道红光破海而出 一人身材伟岸 身姿挺拔 面流白色长须 身穿白色道袍 先锋道骨 如同一名得道高人 还有一人面部轮廓棱角分明 虽然没有以前俊逸普通许多 更显得有男儿气概 一头披肩银色长发 这二人也正是易容后的慕天 慕风 两人冲天而起 只飞上那九天 一万米 两万米 三万米 一直飞上高空五万米 下方大地传来惊人的吸引力 山川河流都小不可见 空气中也都是狂暴刚风 天破境界强者都飞行不了如此高度 也承受不了这高空 而更上方 就是一道无形 确实又存在的空间 结界笼罩这方大地 终于 要离开这方 生养自己的大陆了 第1654章 宇宙天地 风儿 空间未面中 无法打开仙国天地 我会用先元力护住你 帮你抵挡空间乱流 你却不可离开我的百丈范围内 为父这就带你见识这宇宙的神奇 慕天笑道 慕风点头 也充满了期待 随后 慕天手中拨出了一朵金色火焰 火焰越燃烧越旺盛 凝聚成了一朵金色荷花 慕天手中惊艳射出 射向了那无形的空间结界 周围空间扭曲 轰 惊艳爆发 那收敛的可怕坟粒席卷而开爆发出 那空间结界轰鸣 燃烧融开了一方黑幽的大洞 直通宇宙 走 慕天清喝 金色坟原粒席卷而出 包裹自己和慕风 两人化为了两道金光射入了空间溶洞中 一进入空间溶洞 里面一股可怕犀利爆发 拉扯慕天 慕风身躯飞入其中 身影被淹没在了黑暗之中 慕风只感觉 一股强大扯扯力在拉扯自己向黑暗中堕落而去 若不是慕天爆发出了一股强大气机牵引着他 不知道会被空间乱流卷到什么地方去 片刻的黑暗之后 眼前终于出现了一片星光灿烂的天地 慕风回望身下 只见下方一片绚丽多彩的大地被半圆形的空间结界隔离黑暗悬浮在空间中 美丽绝伦 慕风望着下方美丽大陆 眼眸中也尽是惊奇 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这大陆的全貌 真是美丽 随后他又望向了其他地方 竟然还看见许多或大或小的大陆 悬浮在这片虚空 离自己生活的大陆千万里距离 星光点点 多如繁星 星罗奇步 这 就是宇宙吗 慕风心中震撼 宇宙之大 一块大陆 真的小如横沙 而这片空间中 不时卷过来一片强大的撕裂力量 好在有慕天的先元力保护 慕风没有事情 而从其他的一些大陆上 竟然不时能看见一道流光破界而出 挣脱的大陆的束缚 那 是其他大陆得到呈现的先人 慕风抬头望向了虚空最深处 有一个巨大无比的世界悬浮在上方 几乎占具有了上方所有的目光视线 父亲 宇宙 到底有多大 慕风震撼问道 宇宙 没有边际 到底有多大 恐怕只有天地主宰才知道 而他每时每刻 都在不断地扩张 其实先界 以后你就会知道 在宇宙中也不或是渺小一遇 天无止境 慕天回答道 慕风文言露出一丝思索 随后道 您说 既然宇宙包容天地 会不会 还会有其他的宇宙存在 慕天文言哑然失笑 一巴掌拍在慕风的脑袋上 笑道 臭小子 你现在连熬有宇宙的资格都没有 还想着有没有其他宇宙 等你修行到巅峰去问天地主宰吧 这个答案 或许也只有他们才知道 走吧 去仙界还需要穿越漫长的空间距离 这其中也可能会遇见一些危险 不在这里逗留了 将来等你有守卧日月斋星辰的能力 再去探索你那个问题吧 慕风挠了挠头 笑道 是我心高无远了 随后慕天带着慕风 破开前行惊人的压力阻力 向那一方更加辽阔无边的天地上升而去 大路之上 慕风二人离开后 一股灵事就探查到了慕天破开空间 结界留下的那空间溶洞 两道身影及迟破空而来 望向了这还没有愈合的空间溶洞 其中一名结仙皱眉 感受这股残留的力量 脸上露出一丝震惊之色 这是那个人的能量气息 他终于现身 破解离开这个束手束脚的大路未面了 哈哈 太好了 你快去追踪逃犯 我立马去禀报大人 在这望不到边际的空间中飞行 不断向上方空间破开层层阻力 空间乱流飞去 一天 两天 十天 一个月 这场漫长的旅行 仿佛永远没有尽头一般 能看见那仙界 可是前望而去 暮风不知道这中间到底隔离了多远距离 放眼望去 出发的大路 已经小如一颗流星一般 天地四方约雨 往果来经约咒 时间 空间 共同构建的天地为宇宙 而横沙未面 只是宇宙的下方底层 上方之上 天外有天啊 沐天探道 一路上在给沐风讲解道法 天地宇宙 自己对道的一些领悟 沐风这段时间也没有白白度过 甚至他感觉 父亲讲解的许多东西比古炎老师讲的还要高深 他无法领悟其中深意 通隆隆 而这时 前方虚空却是传来了一阵战斗的波动 两人立马警惕 飞升而去 只见前方虚空 两道身影正在战斗一起 其中一个是人族 是一名白袍男子 而另一个 却是一头身披银色灵甲 外形如鼠 被升级刺体长八米左右的翼兽 满口獠牙 尾巴如同龙尾一般 速度惊人 在这阻力重重的空间 穿行如垫 大名人族也是个结仙 手空一柄飞剑画出一片片剑光绞杀着翼兽 去空略实寿 沐天惊讶到 沐风文言好奇问道 父亲 什么是虚空略实寿 沐天神色微微凝重 道 这是一种生活在乱流虚空中的异兽 可无视强大的阻力 实力在一截仙境 九截仙境不等 是许多飞升者路上最头疼的对手 若是遇见一头还好 最可怕的就是 啊 而这时 那截仙被一尾快如闪电抽中 急迫防御 这截仙身躯吐血而飞 此后 那虚空略实者红色眼眸中全是凶残 张开可以咬碎灵气的獠牙大口 咬杀向了那男子 得道不易 风儿你小心 我去救人 沐天说完 深化一道火光暴杀而出 一拳狂暴轰出 惊艳全静破开空间阻力 轰击在了那虚空略实兽身躯 此后 虚空略实受惨叫 被一拳轰中 惊艳覆盖身躯 可怕焚烈燃烧的他惨叫后退这方位 爆炎指 可是随后 木天一道金色火焰指盲凝聚压缩射出 从他口中一下子射入了体内 轰 只劲爆发焚烈 这虚空略实者的内脏全部被燃烧成灰 一瞬间被烧杀死亡 冒出一股股热气 通体赤红 死亡悬浮在虚空 第1655章 一个坑笔 好厉害 那名劫先震惊望着木天 如此难缠 防御力惊人的虚空略实兽 竟然被木天一拳一指救急杀了 木天手中多出了一柄长枪 剑形枪刃破开了这虚空略实兽的体内 取出了一枚银色金石 这是空间石 里面蕴含空间之力 可以炼制成仙阶的乾坤戒指 也可以用来炼其他一些宝物 还比较值钱 在下张末 来自蓝光大陆 多谢道兄救命之恩 这劫先连忙过来 对木天抱拳行李说道 语言是宇宙通用语言 也听得懂 道有客气 木天点头 这张末只是名一劫先人 应该也是踏入仙道不久 刚才若不是道兄出手相救 恐怕在下就得死在这涅序之口了 实在感激 张末再次诚恳行李 前辈也是准备飞升去上界的仙人 木峰被木天接引而来 问道 张末望望望木峰 笑道 正是 两位是师徒吗 不 我二人是父子 也是准备飞升去仙界 木峰笑道 哈哈 如此甚好 这样一来就有人结伴而行了 道兄 我能不能随你们一路同行 不妨让道兄笑话 我是真有些怕了再遇见这种处生 张末大喜 想和木天父子同行 毕竟木天的实力比他强 若是能结伴而行 安全许多 从木天刚才故意就他来看 显然这父子二人也不是恶人 木天没有拒绝 笑道 自然可行 这里离仙界也不远了 随后张末就加入了父子二人 三人同行 而木峰则好奇地和张末聊起了张末的大陆的一些趣闻 这张末 在他的大陆上也是名赫赫有名的剑仙强者 刚突破节仙境界一年 就准备飞升去仙界路途遇见了那虚空掠石兽 就在三人走后没多久 身后上百刀身影破空追来 停在了木天急杀的那虚空掠石兽尸体旁 一名仙君先念探查之后嘴角露出了一抹凝笑 果然是那小子的原力气息 看尸体 他们刚走没多久 追 这仙君名末夜 一 末压仙君麾下的一名仙君强者 留守在大陆上寻找木峰消息 末夜带着一群人快速追了上去 速度惊人 这些人 在这空间中修为不被压制 一个个都释放出了骇人的修为气息 西节仙境 八节仙 乃至九节仙大有人在 末夜仙君更是恢复了他仙君境界的可怕修为 突然 木天脚步一顿 望向了下方无尽空间 只见一群人正快速追来 木天心中为尘 连忙传音木峰 木峰看去 心中也是不免一阵阴沉 不要慌 现在他们看不出我们真身 木天平静道 果然 末夜仙君等人破空而至 无数灵士从三人身上扫过之后没有过多留意 继续上升追去 木峰心中慢松了口气 等等 突然 末夜仙君这时突然说到 一群人停步留了下来 大人 怎么了 有节仙好奇问道 按道理 已经追上了他们才是 可是 上方还没有看见人影 末夜望瞭望上面快到达的仙界 望向了下方的三人 跟我来 他带着这群人又飞向了木峰三人 一大群人 将木峰三人包围了起来 张末露出了惊慌之色 这些强者 一个个气息都比他强大好多 木天 木峰两人也恰到好处地露出了慌乱 里门三个 可见过这两人 末夜仙君手中凝聚出了木天 木峰父子二人的光影画像 没见过 三人都是摇头说道 没见过 末夜眉头一皱 而正想用仙念好好探探三人时 这时木天突然手指一方道 不过大人 刚才我看见有两道身影急忙向那个方向飞去了 末夜仙君望向所指方向 果然也有两名节仙光影 追 末夜冷喝道 一群人破空而去 不过他扭头 问了句 刚才那句虚空略识寿是谁杀的 真是好本事 哈哈 那是这位道凶杀的 张默下意识笑打道 而木天 却是脸色瞬间变了 这坑壁 而末夜 闻言身形却是停了下来 冷冽地望向了木天 你 还要隐藏吗 轰 回应他的是一股金色的万古金流言咆哮席卷而出 瞬间灭杀向了这群人 啊 三明节仙没有来得及躲开 被万古金流言卷中 燃烧成了灰烬 走 木峰大吼 抓起木峰快速破空而去 逃向了那上方仙界 张默不知道什么情况 也下意识地随着木天一个走子跟着一起逃 那人就是木天他们 给我追 末夜大吼 带着人马追去 他仙君境界的可怕 仙缘力伴随元神咆哮而出 仙缘化为一条奔腾的江河冲出 想去拦截木峰三人 仙缘力也的确以很快的速度冲到三人前方 化为了一面黑色结界拦截 其他人连忙破空而上去拦赌 布置下结界 道兄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张默惊慌道 一脸懵逼啊 张前辈 我父子二人被你坑惨了 木峰苦涩笑 我坑你们 张默特么想骂人 这到底谁坑谁啊 木天怒吼 万古金流眼打破了末夜防御 不过末夜也随之飞上 拦截在了上方 唰唰唰 其他结仙人也拦截围在了周围虚空 将三人包围 好手段 差点瞒过了我们的法眼 末夜冷笑望着木天 道 木天 该献出真身了吧 木天木峰父子二人脸色冷漠 木天冷冽道 还真是一条好鼻子的狗 竟然可以追到这里来 哼 躲了这么久 今日二人就是你父子的死骑 在这里 终于不用束手束脚了 木夜冷笑 随后一步踏出 滔天仙缘力碾压而出 能量气势笔节仙境界强者强悍了十倍不止 在这里 我可不惧怕你那万古金流言 木夜大笑 凝聚一道恐怖的蓝色掌印轰击向了三人 那可怕的镇压力量 要将三人挤压爆炸一般 木峰在这股力量直接动弹不了 宛如天象蚂蚁压迫下来 这 才是仙君大能真正的威能吗 第1656章 杀入仙界 战斗 恐惧 这是一种来自真正高等生命 灵魂 能量传来的压迫感觉 这一刻 木峰仿佛在面对的是天道一般 这时他才明白 原来在父亲手底下吃别的仙君境界强者 到底有多恐怖 不提已经是仙君境界巅峰的墨压 这墨压 只是墨压的亲属麾下 实力不如墨压 真正爆发的气势就让木峰感觉到恐怖 这恐惧 是弱小生命 对强大生命天生具有的恐惧 就连他在古仙城杀过的结仙门 不被压制 全力爆发出的修为能量也是让木峰惊骇 道 道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次死定了 那张墨压关都在打仗 你妈 好不容易修炼成仙非生容易吗 先是被一头虚空掠实属吊打 现在又面对一个可怕强者突然下杀手 只有木天面不崩涩 不受这股可怕的气势 原神为压恐吓 诸儿 木天大吼 调动万古金流延轰上去 冲击向了末夜仙君落下的这恐怖一掌 轰 万古金流延狂暴轰击上去 没有辜负木天的期望 直接将这道仙缘大手引轰碎 狂暴能量席卷千里范围 那万古金流延竟然反冲向了末夜仙君 不愧是顶级的八阶仙严 末夜君王脸色也是为变 随后抱好 一起出手 轰 顿时 上百位强大截仙一同出手 可怕的仙缘力一起轰击向了这万古金流延 如同无数的洪水冲击在一场滔天火海中 不过 终于湮灭了这大火 滚滚能量碾压向了三人 木天控制万古金流延化为火木防御住三人 承受这仙缘力的轰击 空间中被战斗掀起了一股空间飓风 五重焚道力 燃 木天咆哮 体内爆发出了一股可怕的焚道之力涌入空万古金流延中 轰 如同汽油浇在了火花上 这万古金流延的威力 焚力温度 竟然瞬间提升了许多倍 反冲而出 直接燃烧开了这些轰击来的先原力 零 木天爆好 一股万古金流延分化而出 凝聚成了一柄火焰巨剑 剑无剑意 却是有一股可怕焚烧力量 呼吃 这火焰巨剑斩批出 如同破浪之舟 劈开了一道道的先原力 劈在了三明七节仙人的防御上 啊 这三明七节仙人惨叫 被威力大涨的金流巨剑劈开了防御 火海一瞬间吞噬了三人 三人哀嚎 仙鹰都来不及逃 直接被燃烧成了灰烬 这股道力 末夜面色大惊 这股道力之强 都在他这领悟了 四重道力的先军强者之上 他手中多出了一柄仙刀 一刀劈出 凝聚的石杖刀芒中 蕴含可怕威力 原力 还有一股强大刀到力量 黑色刀芒劈在了火焰巨剑上 加上其他强者的攻击 终于将这一箭击爆 张兄 帮我个忙 我杀出血路 拦住敌人 你带风而逃出包围 进入仙界 穆天对惊骇中张默大吼道 张默好歹也是修道多年 经历过许多生死磨练的剑仙 回过神来 惊恶地点头答应 穆天双眸如电 体内一股更强的道力汹涌而出 今日便让尔等知道 何为真正的大能者 六重焚道力 然 穆天咆哮 他目前肉体 境界所能承受的一股极限道力涌出 化为的滔天火海 涌入了万古金流盐内 万古金流盐威力在长数倍 火是席卷虚空 暮天的皮肤水分 身体水分都在快速蒸发 人变得赤红 双眸燃烧火焰 体表毛孔中也喷涌燃烧出了火焰 宛如火神将士 十剑东来 宁 暮天没有剑 宁燕为剑 凝聚出了十柄火焰巨剑 化为了十道剑光 披向了十方 截仙门惊骇躲避 随后 暮天又一拳焚天 横冲虚空 轰 可怕的拳芒直通虚空 贯穿了数千米 十多名包围的截仙被全境吞没 一瞬间化为了火人 惨叫陨落 暮夜仙君也被这一拳轰中 防御原力不断被燃烧消融 他大害而退 这股道力 已经达到了仙君境界巅峰 这暮天 果真是大能转世吗 父亲 暮风背吼 望着燃烧成火人的暮天咆哮 这样超负荷战斗 简直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张兄 带他走 暮天大吼 张默连忙记出自己本命先见 化为一丈大小 连忙抓住暮风 向暮天杀出的缺口冲杀而去 放开我 暮风怒吼 却是被张默紧紧紧束缚住 拦截住他 末夜冷喝 顿时有十多名杰先去追 暮天长笑一声 化为了一道火光 杀向了那拦截的十多名仙人 万古金流盐席卷杀出 这十多人大害 连忙防御躲避 张默带着暮风终于冲出了包围 飞向了那已经近在不远的仙界 张默大吼 体内剑员力涌入了剑中 仙剑破效飞出 斩在了仙界下方的隔绝界流上 轰 持杖剑光凝联极致 劈开了一道大口子 他抓着暮风就飞向仙界乱流层 父亲 暮风背后 望着超负荷战斗拦截敌人的暮天瞬间泪目 风儿 接下来的路你可能要一个人走了 记住 你是我暮天的儿子 你是仙界修罗之主的儿子 不管遇见什么困难和打击不可以退缩 无畏无惧 捏爆他 暮天大吼声回荡而来 暮风张大嘴巴 无声泪目 不过一鸣截先 还是饶开了他 一拳轰击向了张默和暮风 通隆隆 浩瀚的土黄色拳忙席卷来 蕴含大地之力 张默怒吼一剑批出 不过剑盲直接被拳禁碾压破碎 对方是一名七截先人 实力强过张默太多 突吃 张默被轰中吐血而退 不过帷幕封挡住了大半全力 两人被轰飞冲入了仙界的空间乱流层中 被黑暗吞噬 那七截先人追去 不过一柄火焰凝聚的战枪瞬间杀来 穿透立他的防御 冻杀在身躯 啊 这七截先人惨叫 身躯被爆发的粉力瞬间燃烧成灰烬 而暮天一人 陷入了生与死的苦战之中 父爱如山 莫过如此 第1657章 开局福利 张默穆峰被一拳重创轰入了仙界的空间流层中 而穆峰更是被空间乱流席卷偏离了张默 不知道卷入什么地方 啊 穆峰惨叫着 那空间乱流宛如一道道的利刃 刮骨刀撕裂他的身躯 他原力涌出原力抵挡 不过也无法抵挡着空间乱流 身躯被撕裂出一道道血痕 被卷入无边黑暗 不过 好在已经进入了仙界的空间乱流层中 还有一线生机 若是在无尽的空间宇宙中 穆峰又打不开仙国天地 恐怕只有死路一条吧 穆峰忍受着撕裂之苦 好在他肉体强大 可以坚持很久 终于 穆峰感觉到了一股脆弱的空间流层 他一声怒吼 体内原力咆哮如龙涌出 一拳轰击在了脆弱空间流层中 奔雷拳进轰鸣 轰 空间震动 一个祸口瞬间打开 透露出了光亮 暮风没有犹豫 一下子投身冲入了这破碎的空间裂缝中 咆哮的海浪一浪胜过一浪 海浪冲击中 蕴含强大的能量 强大的海礁 在蔚蓝色的仙海中翻滚 天空中 不时就有一头上古凶情亦受飞掠而过 那无边的仙海上 不知道有多少面积辽阔 不知多少辽阔直径贯穿几百万里的大陆 大地 岛屿 坐落在仙海之中 百足林立 一座座仙山悬浮在了海面上空 大陆之上 无边际的大地上 有无尽的人口 城市 繁荣的文明 强大的修道者 能力通天的仙人 林子城 不过是这片大地上的一座普通城市 不过面积辽阔数千公里 占地面积一千多万平方公里 生活上亿人口 林家 紫林城中的顶级修道家族 族人百万 人才不绝 更有众多节先进界大能坐镇 旧而 熏香花瓣多撒一点 林家内部 一座奢华的釜底中 那雾气缭绕的露天温泉仙池内 一道美妙的身姿浸泡在池水之中 周围有许多美貌侍女 像池中撒着花瓣 这些侍女修为都有天破境界之高 她皮肤如同羊之欲 一般白皙温润 眉毛如画 粉面红腮 杏眼为蜜湿发荡水 修长笔直的玉腿探出水面 撩起一阵水花 那池水之下 呃 罪过罪过 不能描述 不能描述 真舒服啊 还是享受生活舒服 天天修炼 修什么炼 一味修仙炼倒有什么乐趣 无尽先空 空间突然裂开 随后 一道身影从中飞出落下 木峰深吸了口气 大量蕴含仙气的空气吸入肺中 神清气爽 可是随后一股强觉的吸引力 突然拉扯而来 青年身躯 宛如一道流星坠落向了下方城市 啊 我靠 木峰大惊失色 这仙剑的重力比凡界强了无数倍 她一瞬间竟然没有适应反应过来 直接掉落向了下方大地 有古奇特力量压制甚至无法飞行 一 有流星 灵飞而望着天空一道流星落下 惊讶道 她倒是没有怀疑是修士 因为灵家上空有近空法阵 除了灵家的仙人们 一般人都无法飞行 啊 随后 一道悠长声音传来 一道身影砸落向了温泉池中 轰 水面翻滚而起 池水掀起晶浪 周围的侍女们都是尖叫出声 池水被掀起 那女子的美妙身躯更是暴露在空气中 她震惊望着这一幕 一道身影倒叉葱砸入池底 金刚池底都被砸碎 半个身躯埋在地下 双腿胡乱瞪着 这个完美的跳水落地狗吃屎 姿态优美别具一格 沉稳中透露着霸道和张扬 稳中带皮 我给十分 随后 砰的一声 雷霆闪动 她轰破空池底站起了身 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而周围的十多名侍女 都是目瞪口呆望着她 林飞尔也是震惊望着这人 忘记了自己都没穿衣服 咕噜 而对方也在震惊望着她 刺目相对 随后 啊 尖笑声刺人耳膜 少女尖叫 原力爆发而出 一拳轰击在了沐峰身躯 随后 连忙取出了一件轻衣国体 遮盖大好春光 砰 这一拳 可是天鹰境界中期强者一拳 落在身上可是不好受 沐峰被一拳轰中撞击在了这隐壁上 有银贼啊 随后 十多名侍女尖叫 一个个冲了上去 花拳袖腿对着风哥 就是一顿暴彩暴打 死胖子 这他妈又是什么剧情 风哥心中大吼 欲哭无泪 现在都这么流行坑主角了 够了 风哥堂堂八尺男儿身 哪里容得一群女子欺负 怒吼一声 爆发出了雷霆气静 震飞了这十多名侍女 小姐 怎么了 而这十 府内 一大群凌家护卫冲了进来 十三名天鹰境界的强者冲入了这里 给我抓住他 凌飞而羞怒指向了沐峰喝道 这些人望向了沐峰 这人没有凌家弟子权杖和血脉气息 显然不是凌家弟子 小子 你竟然敢闯入凌家 来人 给我抓住他 一名身穿青色衣袍的护卫长 怒吼道 顿时两人冲上前去 去抓沐峰 沐峰现在心中还是一片茫然猛逼 这是哪里 我在何方 不过两股强大气息扑面而来 两人暴冲而至 两手扣向了沐峰肩膀 不管身在何处 不过他知道 现在自己有麻烦 不能让人家抓住 沐峰低吼 一步踏起 原力爆发 我飞 唉嘿 飞不起来 沐峰大惊 这里空间有一股可怕的阵法力量禁锢飞行 结果 一道大掌印凝聚 一巴掌从上向沐峰拍来 有一是从天而降的掌法你们可还记得 当然不是如来神掌 而是凌家仙法清元首 沐峰一拳轰出 奔雷拳进咆哮 轰碎了这道掌印 随后 那两人扣杀而来 原力咆哮而至 沐峰双拳如龙翻滚而出 狂暴拳进反推两人原力 噔噔 这两名天鹰境界中期的强者惨叫 怎么冲过来怎么倒飞了回去 废物 一起上 大护卫队长冷喝 顿时其他十名天鹰强者一同杀了过去 第1658章 仙藤网困 清元首 木藤树 十名天鹰境界强者一同向沐峰杀来 青色的掌印带着狂暴刚风席卷而至 一道道数米直径粗的藤蔓凭空生出 向沐峰缠绕而来 十种元技术法瞬间向沐峰投来 万劫雷玉 沐峰体内雷霆盾声 手抓虚空 引动雷霆 一股股紫色雷霆凝聚笼罩身躯 化为了雷霆结界笼罩自己 轰 树道清元首轰击在了雷玉结界上轰鸣不绝 那青色藤蔓宛如利剑一般刺来 刺来的结界上宛如刺在了坚硬万倍的金刚玻璃上一般 无法刺穿万劫雷玉 好强的防御 这十人脸色为变 十人的攻击竟然也打不破这家伙的防御 雷扬 目风低吼 手中凝聚雷扬 向十人暴射而去 搜 雷扬化为一道雷光射出 轰隆一声巨响 狂暴雷霆释放而开袭卷八方 箭竹上防御阵纹亮起 抵挡能量冲击 温泉池边的树木却是全部被爆炸成了粉碎 狂暴的雷霆爆发力冲击在了十人防御上轰破了防御 雷霆入体 啊 十人惨叫 被雷霆之力轰入体内吐血阵伤 倒是摔撞在墙壁上 十名天鹰精英护卫竟然都不是这家伙对手 林飞儿都有些震惊了 那十人中 有好几名修为境界和目风相当的 可是在这人手中却是如此不堪一击 这还是目风没有下杀手 不然那十人已经成灰了 小子 那护卫队长 沐吼声宛如雷霆震来 新自出手 新绿色源力爆发 赫然是明天鹰境界巅峰大城的强者 他一掌凝聚轻援手轰杀来 另一脚踏大地 一道道藤蔓生出 席卷向了目风 目风眸光冷冽 体内一股狂暴的焚雷之力涌出 凝聚在了手掌之中 符文胶之间化为了一方赤红雷印 轰隆隆 下雷神印轰杀而出 正面焊急向了对方的清元手 轰 雷印和清元手相碰 两股爆炸力冲击虚空 反卷八方 下雷神印的爆发力竟然压制过了清元手 雷净化为闪电轰击向了这护卫队长 这护卫队长脸色一变 连忙凝聚一面巨大青叶模样的防御护体 焚雷闪电轰击在了青叶上爆炸碎开 不过这时 一道道藤蔓由脚下而生 缠绕住了沐峰的双腿 随后蔓延而上 包裹住了沐峰身躯 哈哈 缠绕住了 抓住他 之前那时鸣户未大喜 连忙又扑而上 一股股原力席卷包裹而来 精离血火 燃 缠绕包裹的清藤中传来一声冷喝 一股赤金色火焰瞬间爆发而出 那清藤燃烧 被挣脱烘碎 沐峰一拳烘出 火焰连滑绽放 全境狂暴推出 那时人惨叫再次被轰飞出去 躺下 那护卫队长抱起一刀劈来 刀断山月之力破空劈下 蕴含可怕的刀芒要将沐峰劈成两半 沐峰低吼 双掌一加 雷霆原力涌出凝聚两道大手 夹住了劈下的刀芒直接震碎 他双眸中一股强大灵魂幻力涌出 轰入了这护卫队长的领海中 四流深渊树释放 这护卫队长的意识瞬间如同掉落入了无边的深渊之中 灵魂失去了肉体的掌控力 沐峰一拳轰出 奔雷全境轰击在了这护卫队长身躯上 啊 这护卫队长惨叫 被一拳轰飞 体内骨头碎断 雷霆入体重伤了内脏肉体 被轰飞撞击在了墙壁上 半截身躯都插入了墙壁中 哈哈哈哈 走了 沐峰大笑 一番战斗 之前玉洁在心中的憋屈之气释放而出 果然 战斗是最好的发泄方式 他脚步一踏 身躯射起十多丈高 落在了房屋顶上 准备奔逃 网熟 抓住他 那铃飞而不急不慌 淡淡说道 刷 一道身影瞬间从下方破空而来 一股可怕的原力席卷而出 这原力中 赫然有一成的先原力融入其中 解纤微压席卷压迫向了木峰 穆峰脸色大变 一名轻衣中年男子出手 一手抓落而下 一道百丈大小的轻圆手凝聚 向穆峰抓来 威力之强 比天鹰境界的那些护卫强了数十倍 天极风雷 穆峰脸色凝重 咆哮出声 体内青色天极风雷涌出了三层融入了原力中 穆峰手中多出了一柄雪白的普通六阶上品零件 穆峰已经不能用了 再用旧的彻底废了 狂暴的万劫雷原力化为雷霆风暴 凝聚成了一道青色雷霆箭柱轰击而出 轰 暴风箭柱轰击在了这一截先人的轻圆手上 不停轰击抵挡青原手的威力 咦 这中年男子发出一声惊疑 这天鹰境界后期圆满的小子 竟然能抵挡他的攻击 哼 随后他冷恒一声 使成功力催动 青原手威力暴涨 急爆了暴风箭柱 暴风身躯暴退躲闪 被气机反噬 一口溺血吐出 轰隆隆 他站立的庭院 就算有阵法保护也被青原手暴急轰他 千藤网 随后那一截先人又一式先法推出 原力凝聚数千道藤蔓 交织成这天青网笼罩而下 覆盖目风身躯 目风提剑怒劈 雷霆剑芒闪动剑文之光 千米剑芒劈在了青藤网上 却是没有能劈开青藤网 这灵剑终究不如古煞锐利 青藤网收缩而下 直接包裹住了目风身躯 目风被死死束缚住 困成了一个人肉粽子 不全力爆发自己的一些强大底牌 他现在终究打不过一名截先 这截先人一把抓住了目风 提在了手中 飞落向了林飞儿 小姐 人抓住了 这截先人将目风丢滚在了林飞儿身前 目风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 平静望向了林飞儿 啪 可是 林飞儿甩手就是一个巴掌打在了目风脸上 风哥竟然被吃了一个巴掌 目风眼眸犀利起来 望着林飞儿 如同一头被困的野狼 林飞儿被目风的眼神看得不由得心中一紧 仿佛被一头凶猛的太古凶兽盯上 忍不住后退了两步 我怕他干什么 随后他感觉有些屈辱 咬牙上前再度想给目风一把巴掌 目风双腿却是突然一驱一冲 一头撞击在了林飞儿柔软的胸膛上 第1659章 静缘控制 啊 林飞儿一声交呼 被目风这一波骚操作搞得措手不及 竟然被目风一头撞击倒在了地上 胸部剧痛 目风口中 瞬间生出了锋利的獠牙 一口咬在了林飞儿的脖子上 獠牙刺穿了皮股 鲜血流淌在滑嫩的肌肤上 只要目风用点力 尖牙就能彻底刺穿喉骨 咬碎对方的脖子 修罗的一口獠牙 可不是摆设 咬金碎铁 可谓是武装到了牙齿 林飞儿交哼 吓得不敢动弹 他感觉到了 目风的牙齿就抵在了自己喉骨位置 随时可以刺穿他的喉咙 小姐 那中年节先也是脸色一变 连忙出手救援 他也没有想到 目风还能这样无耻 都别动 不然我立马咬碎他的喉咙 目风铃是传来低吼声 林莽抬起的一掌 还是顿在了半空 咦 你想干什么 无耻淫贼 放开我 林飞儿羞怒道 有没有搞错 我一从天上掉下来 你们就攻击我 谁赢你了 目风喉咙低吼 林飞儿的鲜血流淌入了他的喉咙中 他舌头舔着林飞儿的脖子 不让伤口愈合 林飞儿脸色飞红 脖子又疼又痒 而周围更多的护卫们冲了进来 见着一幕都是目瞪口呆 只见自家小姐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被一个小子咬住脖子 按在地上 小子 放开我们小姐 什么事情都好说 林莽忍着怒火平静道 你 解开我身上的困网 目风冷然喘音 他的双手和身躯还在被包裹在树网中 行动被限制 林莽脸色冷漠 没有动手 快 不然我立马咬碎他的脖子 目风冷喝道 牙齿用力了两分 林飞儿呼吸难受 网熟 听着林飞儿难受的声音 林莽咬牙切齿 只能解开了目风身上的困网 化为了原力溃散 目风双手解放 连忙松口 同时用手捏住了林飞儿的脖子 洗身拿林飞儿当人质 都给我让开 我要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 我自然放了他 目风冷漠道 舔了舔嘴唇上的鲜血 林莽阴沉道 小子 我们三小姐出什么事 我会让你千刀万剐而死 给我让开 他一挥手 周围大群的林家护卫们 让开了一条路 目风挟持着林飞儿 从大门处走出 哼 来我林家闹事 也不看看地方 而这时 一道冷恒声传入了目风脑海 随后 一股强大的灵魂力量一瞬间轰入了目风的灵海中 那一声横刺 回荡在了目风的脑海中 惊雷乍响 化为奇特的灵魂声波回荡 震荡目风灵魂 嗡 目风的脑海中 响起了一阵阵的嗡鸣声 灵魂被震荡 竟然差点失去了意识 眼前一黑 刷 一道身影 快如闪电般的出现在了目风身前 随手一击轰出 砰 一股强悍的先缘力轰击在了目风的身躯上 目风身躯宛如一个破沙袋 被轰飞而出 吐血衰撞在大门上 一名身穿青色长衫 看上去宛如50岁中年人的男子站在了门口 连忙护住了林飞儿 身上涌动可怕的气势 这赫然是一名修为强大的巴结仙人 林涵长老 护卫们连忙行李 有人去将目风再度抓了起来 爹 林飞儿更是一把抱住了这中年男子 委屈哭泣 目风被两名护卫压着 林刀架在了脖子上 冷冽望着那中年男子 体内五脏也被震伤 这中年男子林涵望着目风 皱眉道 小子 你是什么人 怎么会出现在我林家 我怎么知道这是你们什么林家 我本来在天上飞得好好的 就突然掉入你们林家了 然后一群人就上来围攻我 目风冷漠道 望着这位巴结仙人 没有丝毫的敬畏之心 好歹自己也杀过不少截心了 虽然都是开挂借用月儿和古煞的力量 林涵和周围的护卫们一愣 有些啼笑皆非 这小子 不会是不知道林家上空有进空法阵吧 不管怎么样 你闯我林家 伤我女儿 就是死罪 林涵冷冽道 来人 拉出去砍了 两名护卫拉着目风就向外走去 目风心中一震 准备暴露底牌拼死一战 等等 而这时林飞儿突然开口 他脖子上的伤口 已经有侍女用纱布帮他包扎好了 林飞儿冷然望着目风 道 爹 把这个小子交给我 他敢对我无礼 这样杀他太便宜他了 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好吧 那你小心点 给他扶下镜元丹和金木丹 林涵点头 一个天鹰境界的小子 控制之下翻不起什么波浪 林飞儿冷漠望着目风 冷声道 带去厅上 护卫押着目风 押去了厅中 来到厅中 林飞儿取出两颗丹药 捏着目风嘴巴 一拳打在目风肚子上 目风吃痛张口 丹药射入了目风口中 其中一枚丹药 化为了一股强大药力涌出 竟然封堵了目风的十二条圆脉 圆力无法通行 禁圆丹 一种禁锢修为的丹药 还有一枚丹药 化为了一股奇特的青色药力 包裹住了目风的修罗星 青色药力竟然变成了青色荆棘藤木 包裹修罗星 仿佛随时可以刺穿修罗星 目风灵是自然可以探查到这一切 心中一尘 另一种丹药 应该是用来控制人生死的手段 和红莲肿印差不多 灵飞而坐在了浴椅上 瞧起了二郎腿 随后心念一动 啊 目风一声惨叫 修罗星一阵剧痛 那包裹修罗星的刺目收缩 一道道尖锐的细刺扎在了修罗星上 那此心的痛苦 刺激目风的每一道神经 不过修罗星生出一片片血淋 抵挡住了尖刺 痛苦松了许多 臭丫头 你给我吃了什么 目风红着双眸 望着灵飞而低吼道 第1660章 当我奴隶 你叫我什么 灵飞而大怒 喜身喝道 这小子 沦为阶下囚了竟然还这么嚣张 哪里人你了 不就是从天上掉下来无意看见你洗澡吗 目风毒蛇如刀鸡凤道 灵飞而气的脸色长红 这家伙 还嫌弃他身材不够好吗 目声道 给我打 顿时两名护卫把目风按在地上 一顿暴打暴踩 目风横都没有横一声 他的肉体 这样的攻击 不可能给他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肉体强大 尽过了原力 他对天鹰境界强者也有一战之力 不过这一底牌现在不能曝露 毕竟他吃了那不知名单药 还不知道会不会要了他的命 打了许久之后 灵飞而气似乎消了一些 冷声道 把他的牙给我拔下来 想起之前目风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咬他脖子 他心中又冒起了一股子木火 顿时一名护卫去捏住目风的嘴巴 还有一人直接伸手去拔目风的牙 弄插 目风疗牙壁露 一口猛咬而下 啊 大拔牙的护卫手指两根都被目风咬断 连忙抽手惨叫不已 目风吐了手指 另一名护卫一拳打在了目风的牙口上 顿时打得目风满口是血 不过牙齿坚不可摧 没有打落下来 灵飞而心念一动 包裹目风心脏的青藤又是一阵剧烈收缩 吼 目风滴吼 疼得蜷缩在地上 小姐 这小子不是一般人 牙齿打不掉 大名护卫无奈道 被咬断手指的护卫还在抱着手滴吼 随后一脚怒踩在了目风的头上 算了 我看这小子还有几分本事 小子 你若是愿意臣服我 乖乖做我的奴隶 我可以饶你一命 灵飞而望着目风冷裂道 呵呵 你做梦没醒吧 目风吐了口血末 计讽道 你 你找死 林飞而大怒 手中一柄零剑出鞘 比在了目风的头颅前方 你信不信 我立马杀了你 林飞而握剑冷然道 剑芒刺在目风眉心 你可以试试 能不能杀得了我 目风冷笑 抬头望着林飞而 眼眸中无惧无畏 林飞而望着这青年血色的瞳孔中 真的看不出有害怕和恐惧神色 难道他真不怕死吗 哼 这样杀了你就太便宜你了 本姑娘要把你当成玩具 慢慢玩死你 林飞而收剑 转身做了回去 随后又打量着目风道 你是那家弟子 目风的一身雷法实力强大 十多个同境界强者竟然都不是他对手 应该也有点来历 我是下界人 随我师父飞升 穿越来仙界的时候被空间乱流卷入上面空间层 掉落这里了 我师父是九节仙人 你最好放了我 不然 我死后我师父定然知道我陨落在此 到时候必然屠灭你们 目风淡漠道 小小的扯了个牛皮 咦 你是下界中来的人 林飞而闻言惊疑 惊讶打亮着目风 他还没有见过下界来的修士呢 不过下界修士飞升至仙界 可是没有人看不起 反而 许多大势力 大宗门都喜欢招下界飞升修士 一来 这种修士背景干净 二来 下界修士能飞升而来 潜力不弱 而他们这一进的帝王 就是下界仙人飞升 成就了一方霸业 不然你以为呢 你们家族上空本来就有进空阵法 我如何能飞进来掉落入你府邸中 目风冷漠道 这个解释 林飞而反而不怀疑 因为这是事实 上方的进空阵法 除了林家仙人 其他人都飞不进这片区域 我姑且信你 不过我再给你个机会 你如果愿意做我的护卫 不但可以饶你命 还可以给你修炼资源 你说怎么样 林飞而望着目风道 目风的实力的确让他看中 那你先把控制我心脏丹药的解药给我 目风心中一动 随后道 他也不是迂腐之人 这种情况 先保全自身 才有机会反击 不行 我可以把静元丹的解药给你 没有了金木丹控制你的生死 你又拿我当人质怎么办 林飞而冷笑 他可不真是傻丫头 不上当 金木丹 目风一眼 有机会去问问古言老师 知不知道这种丹药 可以 目风点头 那你先叫我一声主人听听 林飞而瞧着二狼腿的意道 傻丫头 你找死啊 收 嘶吼 顶嘴的下场就是心脏 又是一阵收缩刺痛 快叫我主人 要么叫我小姐 林飞而冷漠道 死丫头 你别欺人太甚了 目风蜷缩在地上咆哮道 这被人控制生死的滋味真不好 好受了 快点叫 不叫 啊 叫不叫 小 最终 风哥还是从牙缝中挤出了这两个字 这不是臣服 是好难不和女斗 目风心中自我安慰道 哼哼 我还以为你真不怕死呢 林飞而皱了皱小鼻子 丢给了目风一瓶丹药 里面有一颗金色丹药 禁元丹解药 至于金木丹解药你就别想了 金木丹是我们林家独特的丹药 外人不知道解药的 等那天你足够忠心了 本姑娘心情一好 说不定可以给你解药 林飞而清横道 目风连忙服用下来禁元丹解药 解药化为药粒 那圆麦中 青色丰堵的药粒 遇见这金色药粒 瞬间如同积雪融化消失 驱散了他体内禁锢圆的药粒 圆粒又流淌奔腾在了圆麦空间中 目风站起了身 理了理黑色衣袍 孤傲地站在厅中 林飞而打亮着目风 点了点头 这人气质不错 长得也不错 当护卫很撑门面 叫小姐 林飞而粘起一粒零果级别的葡萄 放入嘴中淡淡道 目风咬了咬牙 小姐 不错 你叫什么名字啊 风叶 目风淡淡道 说起这个替名 他眼眸深处闪过一缕刻骨之伤 不羁的风 相随的叶 风在何处 叶而何方 风叶相伴 而如今 叶而确实已经不在了